见林沃愣在原地不为所动 秋月急吼吼地推了他一把 这一把才算是把林沃从刚才的震惊之中推了回来 他还是无法相信 秦峰居然真的会跟他要钱 而且还是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林家现在所有的资产加起来 别说一亿五千万 哪怕是五千万的零头都凑不起 哪有钱给他 他这么做 不是把小盛往死路上逼吗 但是眼下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时间 最终还是决定先赶往风和楼 妈 我现在有紧急的公务要谈 关系到公司日后的发展 我不能迟到 这样 你和小盛今天先别出门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你弟弟都快被人弄死了 你还有心情去谈什么公务 秋月不敢对成远的人发火 只能把气撒在林沃尔身上 小盛可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 我不管 你必须对他负责到底 林沃尔一阵头疼 只能先答应下来 行行行我知道了 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言罢 他又冷眼看向面前的西装男 我警告你们 如果未经允许 私自进入我家伤害我的家人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林小姐放心 秦先生交代了 只要林胜不乱来 我们肯定会遵纪手法 秦峰 气个浑蛋 林沃尔没时间留下来闲扯了 一跺脚就开车先赶往了 风和楼 茶餐厅 今天这场见面会 对于他和苏月来说极为重要 这关乎到百花能否一跃而起 继身庆程一线品牌 这次孙家一共挑选了四家公司 其中有一家在本地算是一线的大公司 几十年的底蕴 他们的口碑和生产力 都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这家公司也是百花的劲敌 不过百花也有自己的优势 除了低于那家公司的报价以外 还有他们独特的设计理念 当时能够入选候选人之一 也是被孙氏看上了他们独一无二的设计 恰好和孙氏门店的装修风格十分合拍 所以今日的竞争 就看出席的孙大少爷更看重哪一方了 林沃尔赶到的时候 苏月已经在风和楼门口等他了 我的大小姐 不是说了四点就到吗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等会招商会就要开始了 唉 别提了 林沃尔现在糟心得很 正好有苏月在 也能有人帮他开解开解 所以 他干脆把昨天下午和今天的事 告诉了苏月 不过还是瞒下了秦峰 便是庆程新贵一事 至于那件青花瓷 反正也是秦峰故意摔碎了 用来坑小盛的 所以说真说假也没什么区别 苏月一听完 一巴掌就拍在了车门上 这个混蛋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之前他还以为 秦峰虽然坐过牢 但也算是个光明磊落的硬涵 可是没想到他为了挽留林沃 不仅铤而走险 去给人当走狗 现在看完不领情 他居然恼羞成怒 做出这种事 你看吧 我之前就说过 他所做的这一切 无非就是为了挽留你 引起你的注意把 苏月气得说一句话 手指就要在桌子上点一下 要不是其他的厂商也都到齐了 孙大少也快到了 估计他已经掀桌子 跑去找秦峰算账了 他引起人注意 他压低了声音 却压制不住怒火 林沃一直手扶着额头 揉了揉太阳穴 其实这件事 也不能全怪他吧 虽然他这回手段 是下作了一点 但确实是小胜有错在先 之后 我会带着小胜去找他 让小胜给他和可信道个歉 打不了再赔偿点钱 给可信好了 呵呵 我看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苏月冷笑一声 林沃眼皮一跳 什么意思 看周围没人关注 他们都在议论招商的事 孙大少也还没到 苏月干脆给林沃分析了一番 秦峰因为他坐了五年的牢 现在初遇就离婚了 他肯定心有不甘 这次他明知道 林家不可能拿得出一亿五千万 还这么狮子大开口 肯定不止 想要林圣的一个道歉 说不定 他就是想借着这次的机会 用林圣的安慰 来逼迫林沃跟他和好 听完苏月的一番分析 林沃先开始有些不幸 毕竟那日秦峰看他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陌生人 可他更不愿相信 秦峰对他说放下就放下了 自己为他守候了五年 他凭什么就这么放下 而且苏月也分析得很合理 他如果不是想逼迫自己和好 只是想要林圣道歉的话 何必这么狮子大开口 哼 没想到他为何让我跟他和好 已经无所不用契及了 林沃心里好受了很多 怒火取代了刚才的憋们 看来之前我对他还是太仁慈了 我不出手 他就以为我还是五年的林沃 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等着吧 这次招商会之后 等我们中标 我再好好和他算算账 两个女人议论的时候 绝不会想到 他们口中的男主角 现在就坐在风河楼三层的包间里 这次和李佳人约在了四点 可现在眼看着快四点半了 李佳人还没有要出现的意思 跟着秦峰来的迪路 不停地看手表对时间 时不时还走到门口看一看 倒是秦峰坐在主位之上 淡定地摆弄着茶具 老师爱喝茶 所以他跟着老师的时候 学会了不少泡茶的技巧 包厢里很快便名香四饮 老路坐下来喝杯茶 秦峰端了一杯茶 放到了迪路面前 但后者却无心饮茶 同意当秦峰的秘书以后 迪路便把公司的公务 看得比秦峰这个老板还上心 这两天成日泡在公司里熟悉业务 回家还得把以前学的东西再捡起来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虽说是上下级 但他和秦峰之间还没那么见外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 他还是管秦峰叫风哥 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恐怕连什么味道都没品出来 就放下了 风哥 这里家的人怎么还没到啊 他们该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秦峰淡定的泡茶品茶 似乎李家人来不来 对他都没有任何影响一般 文言只是平静道 这茶不错 老陆你好好尝尝 哎呦我滴哥啊 我现在哪儿 还有心思喝茶啊 这里家可是对付赵凯的一把力气 他们要是不配合 赵凯一直缩在南宫家不露面 咱们只怕很难再找到突破口啊 昨天一晚的时间 秦峰已经和迪路 把他五年来的遭遇和奇遇 全都说了一遍 迪路一晚上没能睡着 刚听完的时候 还删了自己一巴掌 才敢相信这个梦幻般的现实 也因为知道秦峰这些年 其实不容易 所以更加死心塌地的来帮他 毕竟他在这世上 值得完全信任的人 已经不多了 不着急 迪路急得坐立不安 反观秦峰呢 却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他们一定会来 这次赵凯的失败 对于赵家来说 确实是一大损失 对于李家来说 又何尝不是呢 其实秦峰一开始就可以联系李家 但是却故意拖延到了今天 相信这几天里 李家上下应该过得无比煎熬吧 果然 秦峰话音刚落 包厢的门就被人打开了 首先进来的是两名金发碧眼 身材健壮的外国保镖 两个人气势汹汹地进来 墨镜下的眼睛 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发现只有桌子旁边坐着的秦峰 和开门之后站起来的敌路以外 再无其他人 这才分别站到了两边 把身后的人让了进来 李高一身定制西服 头发梳得赠光瓦亮 手上还带着一块十分晃眼的百搭肥力 迈步进门的时候 气场金贵 态度巨傲 身后还跟着一名秘书 和四名肌肉爆炸的外国保镖 其中一人干净走到他前面 替他拉开了秦峰对面的位置 李高瞥了一眼对面的秦峰 身子往椅子里依靠 二郎腿翘起 高高再上道 张行呢 他压根就没把秦峰当回事 进门看到坐在这里的人 只有秦峰时 甚至都想把腿离开了 区区一个被人荡枪使的劳改犯 也有资格和他同坐谈生意吗 秦峰还在摆弄面前的茶具 没有回答他的话 倒是反问了一句 李查德呢 哼哼 听到秦峰直呼父亲的名讳 李高冷哼了一声 做人全马 就要有当奴才的觉悟 你觉得就凭你的身份 有什么资格见我父亲 我能来见你 都已经是给足了张家颜面 少跟我叽叽歪歪的 张家让你带了什么话 敢紧说 我没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看李高一副忙着赶场的样子 丝毫没有对秦峰的尊重 一旁的迪鹿 微微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 今天风哥约见的是李家家主 家主没来也就算了 来了个李高迟到不说 还用这种态度对待风哥 这是不把风哥当回事啊 不过秦峰坐在位置上 十分娴熟地泡完了一杯茶水 也没接李高的话 李高等地不耐烦了 直接敲敲桌面 愣着干嘛呢 哑巴了 我问你 张家让你带了什么话 有屁赶紧放 这时 秦峰突然副手 将那杯刚泡好的茶水 直接扣倒在了茶台之上 李高见状 眉头一皱 你什么意思 秦峰抬起头来 一边接过迪鹿 递给他的纸巾擦手 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高 瞬间气场全开 我约的人是李家家主李查德 不是你 既然你们李家并没有商谈的诚意 那我们也不必再聊下去了 老陆 送客 商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完全在李高的意料之外 甚至一时半会儿 没能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来 迪鹿已经走到了他旁边 李先生 请回吧 本来李高故意来迟 就是为了给秦峰一个下满威的 现在却反过来被人往外赶 他李大少爷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就算是张行在这儿 不说毕恭毕敬 但也不会如此对待他 李高有点傻眼 这小子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什么意思 但很快 李高又反应过来 拍案而起 决见他怒视着秦峰道 你主子要对付赵凯 现在需要我李家的帮忙 你敢这么对我 就不怕我李家 转头把这事告诉赵凯 让你们功亏一篑吗 秦峰擦完手 随手便将纸巾扔到了一边 他靠在椅子上 看向李高淡淡道 首先 今天让你们李家人过来 并非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而是我愿意大发慈悲 享付你们李家一把 其次 我要对付赵凯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不缺你李家一个 若是你不想做 现在可以走 要不要告诉赵凯也随你 只要你能承担后果即可 最后 今天约你们的人 只有我 连这一点都弄不明白 想必你们李家 也没什么合作的价值 说到这里 秦峰眼神微微冰冷下来 一字一顿地总结道 机会我给你 也给李家了 今天李查德不来 下回他就得为你的巨奥买单 亲自上门求我 而现在 滚吧 李高怎么也没想到 明明该是秦峰有求于人 可现在居然敢对他下足克令 因为气氛一时间脸上的肌肉都有些抽搐 他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冷着脸喝道 臭小子 你当我李家是什么 当我李高是什么人 想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你还想说什么 秦峰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就没听过 有句老话叫做 请神容易送神难吗 李高轻蔑地看着秦峰 道 你今天的计划 已经被我知晓 我转头就可以告诉赵家 告诉赵凯 只是他话音刚落 一道不屑的声音便在背后响起 区区一个李家 算得上哪路神仙 李高脸色一沉 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是刚看到来人 他的目光一阵 失声道 孙 孙少 一个青年带着十几个人走进来 李高的人没得到命令 根本不敢拦着 孙成冷着一张脸 进来之后 他看了李高一眼 淡淡道 李总好大的威风 连我们孙家牵线搭桥 给你和贵客会面的机会也不买账 狂傲地没边了 什么 是你们孙家牵线 不是那个前客 李高身体又是一阵 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孙成已经不打算搭理他了 丢下这句话 便镜子来到了秦峰面前 随即 在李高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朝着秦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沉声道 秦先生 家父让我来问问您 今天的茶水可还满意 李高知道 这风河楼正是孙氏名下的产业 在这里 见到孙家的人 其实并不稀奇 但眼前的这幅画面 却不仅仅是稀奇了 要知道 孙家嫡系孙子被一共两个人 一个孙成 一个孙征 孙征从小被关坏了 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 所以孙征早就被定位了下一代的接班人 也就是说 孙氏未来的家主 现在就站在秦峰这个劳改犯面前 毕恭毕敬地为他端茶倒水 他要贴心地问一句满不满意 以他们李家如今的地位 如果今天来的人真是张行 李高都得夹着点尾巴做人 而现在站在他面前 可是实打实的四大家族接班人之一 让他心里怎么能不发出 但最让他头皮发麻的 还是秦峰 他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让孙成对他如此卑躬屈膝 并且从孙成的话语中不难听出来 孙家带他如此的人 还不止孙成一个 原本今日该是爷爷亲自过来作陪的 只是他老人家 昨晚突发疾病 实在是没起的来床 还望秦先生见谅 孙成亲自给秦峰倒了一杯茶 随手便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 等待秦峰下令 短短的几分钟里 李高站在原地的身影 都快僵化了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他相信 孙成这样的人物 绝对不可能配合张家来演这么一出戏 张家请不动孙氏 孙氏也绝不可能帮张家 因为他们四大家族都是一样 向来看不起他们这种根基浅薄的爆发户 由此 李高看向秦峰的眼神 就更加复杂了 秦峰喝了一口孙成道的茶 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 既然孙老身体不好 就让他多休息 这两日他也费心了 随后 便将茶杯放到了桌子上 抬眸看向李高 淡淡道 李总还不走 怎么 还等着留下来喝茶 李高和一般的二代不一样 他可不是什么不学无数的顽固子弟 做生意的眼光 深得他父亲的真传 甚至还要清除于蓝血 光这几分钟的事情 他的脑子便如同跑车发动机 转了不下千转了 联想到孙成的话 以及如今的态度 他要是还看不明白眼前的状况 只怕日后李家也要毁在他手上了 于是一咬牙 李高朝秦峰挤出一抹笑脸 硬是厚着脸皮说道 秦先生 我不知道是孙家邀请的 其 其实 我们之间还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 从孙成出现开始 李高就知道了 这潭浑水 只怕比他想象中要深 但是能带来的利益 也绝对比他想象中要大 之前他认为 张家和南宫家斗 就是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可现在孙家入场了 局势可就完全不同了 看来父亲和他都猜错了 这个秦峰 根本就不是什么黑手套 他才是在幕后操纵 一切的大boss啊 然而 他现在才领悟到 这一层已经晚了 秦峰连看他一眼的念头 都没了 谈 可以 秦峰淡然抬眸看向他 让你父亲上来 求我 李高文言神色一震 这家伙 怎么连他父亲 来了也知道 不过 让理查德亲自来谈 也不是不行 可是让父亲 来恳求一个二十出头的晚辈 这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 都没等理高应答 理查德的身影 就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秦先生 抱歉抱歉 是李某来晚了 其实今天理查德 是和李高一起出门的 李高上来的时候 兜里就揣着一个 已经接通的电话 而理查德等在车里 随时听着他们上面的情况 当听到孙成出现在房间内 还对秦峰毕恭毕敬的时候 理查德就已经坐不住了 忙不迭地跑了上来 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好像生怕秦峰 真的将他们李家摘出去一般 见父亲这般诚惶诚恐的模样 李高同样意外 就算面前这个男人身份不一般 甚至有张 孙两家的帮衬 可也不用如此吧 毕竟他还没说 自己能给李家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利益呢 但理查德根本不搭理他 而是走到了秦峰面前 十分诚恳地朝着他一扶手 秦先生刚才数字无礼 还望秦先生千万不要见惯 还希望您能再给我 给李家一个机会 能够为秦先生效劳 李某乐意至极 站在秦峰身后的孙成文言 不动声色地瞥了理查德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隐晦的笑意 能走到这种地位 没人会是傻子 这理查德同样如此 也是个老妖精 爸 你这是做什么 李高看到自家父亲连条件都没听 就直接表示要帮忙 心里老大不痛快 赶紧含蓄地提醒 毕竟秦峰和他是同龄人 谁会愿意看着自己的父亲 像一个同龄人卑躬屈膝 谁知他话都没说完 就被理查德给打断了 你闭嘴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他了解自家父亲 这么说的意思就是 已经定下了 没人能再改变他的想法了 可他还是不明白 父亲到底知道了什么 竟突然如此坚决 秦峰看李查德的态度十分诚恳 倒是有些意外 本以为自己和李家的谈判 还要花些力气 不过这样也好 节省了不少时间 他将茶杯放下 淡定道 我知道你手上有些东西 是赵凯自己都不知道的赵家命脉 如今李家被赵凯坑了一回 想必大量的现金留在手上 犹如烫手的山芋吧 李查德眉头一跳 倒也没问 既然赵凯都不知道 秦峰又是如何知道的 秦先生 您的意思是 于北区的地皮 兴盛可以让李家掺一脚 但是我要你手上的东西 对于秦峰提出的条件 李查德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他甚至都没问这次于北区地皮的开发 他们李家能占据几成 而且明知道赵凯不会善罢甘休 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站队 一直到走出包厢的门 后头的李高都还云里雾里的 爸 你刚才干嘛答应得那么痛快 我们明明可以模棱两可 你就不给咱们留下一条后路吗 李高有些埋怨 但更多的还是心有余悸地说道 就算那位秦先生身份不一般 咱们也不必这么积极吧 还不知道 这次到底能捞到多少油水呢 李查德看了他一眼 赶紧示意他压低生命 毕竟现在还在孙家的屋檐之下呢 啊 这也不怪你 你年纪太小 不知道孙老爷子的过往也正常 孙老爷子的过往 李查德神秘一笑 看了一眼紧闭的包厢门 等走到二楼之后 才悠悠到来 之前就说过 到了四大家族这样的级别 有钱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重要的是 有权有人 其实二十年前 孙家到了孙兆辉这一带 在官方和军方里的人才流失 导致孙家别说坐在四大家族之位上了 甚至整个家族都差点没落 但那时 孙老爷子却去了一趟京都 求见了一位手眼通天的贵人 这保住了孙家后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虽然那位贵人后来入狱了 可是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所以 哪怕是留下来的余温 也足够孙家这些年家族鼎盛 继续坐稳四大家族之位了 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秦峰就是 那位贵人 听完李查德的讲述 李高震惊的无以复加 可是刚说完就被李查德扫了个白眼 骂道 你是不是傻 这位秦先生 怎么看都才二十多岁 二十年前他 还是个孩子 怎么帮孙家 那父亲您还 他那时候是还小 但你别忘了 他刚从监狱里出来 而孙家的那位贵人也入狱了 虽然没人知道 关在什么地方 但你看孙家人对那小子的态度 还不足以说明什么 李高文言 当时瞪大了眼睛 父亲您的意思是 咱们只要和这个叫秦峰的多接触 说不定就能结识那位 扶持孙家上位的贵人 嘿嘿 这个虽然不好说 但总归 不会有坏处 而啊 这一回 咱们说不定能赚回大的 李查德动若观火 蜘蛛在握 风河楼的大厅里 一众家具厂商已经在下面 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但始终没人赶上楼去看一眼 苏月和林瓦等得有些焦灼 不断地朝着楼上张望 今天孙家开招商会 按理说风河楼应该清场才是 到底是什么人 这时候居然能在风河楼待客 刚才苏月看到风河楼的经理出来 急匆匆地端了一壶茶水往楼上去 当时他就有些奇怪 能让孙家都无法清场的人 究竟是谁这么大的面子 林瓦文言也顺着他的方向张望了一眼 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孙大少才刚露面 连话都没说 就急匆匆地上楼去接见贵客 到现在都没下来 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 李家的李公子也上去了 后来甚至连李家家主李查德都来了 看来楼上的业务 比我们这里重要得多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 林瓦尔目光之中 露出了几分艳羡和憧憬 其实刚才李查德出现的时候 现场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尽管李家尚未达到张氏那样的级别 可在庆城也是一线企业 在场谁人不想巴结一番 可惜 人家一眼都没看他们这些小虾米 匆匆忙忙地就上了楼 在场人人都知道 恐怕现在风河楼里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 就是不知道是谁 和那位人物比起来 他们这所谓的招商会和小打小闹 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在孙大少上楼的一个小时里 他们等得很胶着 不过并不是为了等孙城 而是都渴望看看 能让孙大少亲自上楼招待 还让李家家主亲自赶来相见的人 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看到林瓦尔眼里露出了期待之色 苏月也兴奋了起来 那样的人物 只怕咱们不努力个十几年 是很难和人家搭上话了 今天能在这人见到 也算咱们运气好 等会儿 我可得好好记住这位贵客的长相 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说话之间 楼梯口就出现了一行人 正是一前一后赶到的李家父子 李查德满面红光 可是脑门上也出了不少冷汗 到现在还在不停地擦汗 苏月见状 急忙推了推林瓦尔 玩儿你看 是李家父子下来了 林瓦尔抬头望去 看到李家父子前呼后拥 身后跟着十几名保镖的派头 美眸闪烁 粉拳紧握 透露出一丝向往之意 有人想上去和李家父子搭讪套进户 也都被保镖给打开了 看起来父子二人心事重重 似乎还有急事 根本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便匆匆忙忙离开了 在他们走了不多时 风河楼的经理也从楼上下来了 本以为紧接着就该是孙城 可谁曾想经理走到大厅中间 微笑道 不好意思了诸位 我家孙总今天有贵客需要相送 现在需要清场 诸位 我们这次的招商大会暂时取消 诸位请回吧 文言 在场的厂商全都惊呆了 什么样的客人 让孙家连招商大会都取消了 也要孙城亲自相送 林瓦尔和苏月急坏了 害怕夜长梦多 可是孙家做出的决定 又有谁敢反驳 别说他们区区的摆花了 即便是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两家公司 都不敢有任何怨言 一听到清场 只是抱怨了两句就不得不起身 两个女人心有不甘地走出了风河楼 林瓦尔失落地钻进了车里 正打算驱车和苏月离开的时候 却被拉住了 瓦尔等等 怎么了 你有东西落在里面了 林瓦尔不解地问道 苏月拍了他一把 什么呀 我是让你等等 咱们在这碰碰运气 碰什么运气 林瓦尔这下更加困惑了 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难道你打算在这儿等孙大哨出来 这次的人选 只怕孙家已经有定夺了 咱们等不等都一样 苏月狡狭一笑 随即紧盯着风河楼门口 连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你难道就不好奇 今天让咱们白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大人物 到底是谁吗 听苏月这么一说 倒是真把林瓦尔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 今天这位大人物排场可不小啊 他有事 孙大哨就能丢下公务上楼去陪着 他要走 孙大哨就把楼下的人全倾走来相送 就连李家父子从楼上下来之后 都是满脸凝重 在庆城能有这般排面的人 只怕屈直可数 能让人不好奇吗 苏月激动地抓着林瓦尔的手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孙家家主啊 林瓦尔看他激动过头了 无奈道 如果是孙家家主的话 在自家的地盘上 何必那么神秘呢 月月你也别太激动了 反正那样的人物 是我们看得到接触不到的 就当来追星了 是啊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认识那样的大人物就好了 两个女人还在憧憬和向往 一辆家常版的劳斯莱斯 就停在了风河楼门口 金色的车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孙家的保镖先一步从风河楼出来 分成两排并列在大门口 这时孙程也走了出来 表情严肃态度恭敬 主动走到劳斯莱斯后门 拉开了车门 看到这一幕 两个女人的表情都惊呆了 孙家大少爷亲自拉车门 紧接着 一道身影便在两个女人的期待之中 出现在了风河楼门口 看到那张脸的一瞬间 苏月一个亮枪 失声叫了出来 秦 秦峰 孙少 今天多谢你了 上车之后 秦峰对坐在副驾驶的孙程 道了个谢 毕竟若不是孙家帮忙 他只怕要和李家多费些口舌 尽管孙家是因为小猪仔的面子 才对自己多有巴结 但他是他 小猪仔是小猪仔 他向来不喜欢欠人情 孙家帮他一次 他自然记在心里 听说今日还是孙氏的招商大会 孙少为我耽误了公务 这份情 秦某记下了 听到秦峰记了这份情时 孙程的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但是面上却仍旧波澜不惊 他转头笑道 秦先生不必如此客气 今日也不是什么钥匙 不过是孙氏旗下的所有门店 要重新装修 所以特意购置一批家具罢了 怎能和秦先生的事情相提并论 秦峰一摆手 这倒不至于 孙家的事情我听说过 孙氏拒绝与辱国企业合作 宁愿自己掏钱赴违约 又自行采购新的家具 也要扶持本地企业 孙老如此决策 实在令人敬佩 秦先生过誉了 同为龙国子孙 这是我孙家应该做的 原本因为孙征 秦峰对孙家的印象并不好 可是这次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孙家的损失也不小 但孙家当机立断 立马就表明了立场 倒是让秦峰刮目相看 日后孙家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不违背原则的事 我不会拒绝 秦峰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在其他人看来 其实并没有什么分量 可是孙程却是难言喜色 连忙感谢之后 才问道 秦先生现在要去哪 不如我送送您吧 这时秦峰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快要七点了 我还有件事要办 怎么 你要和我一起 原本秦峰打算 离开封河楼之后 便让迪路先回去 自己孤身去个地方的 但现在孙程突然开口 要是秦先生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送秦先生一程 听到秦峰有松口的意思 孙程连忙道 现在正是高峰期 秦先生打车很不方便 倒不如让在下带牢 秦峰看了一眼窗外 此时过往的车辆 确实很多 不过要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 却不容易 既然有免费的车和司机 倒是不用白不用 也好 那你送我去一趟四海商会吧 听到秦峰居然要去四海商会 孙程当即眼皮一跳 四海商会 那可是地下有名的黑窝子 在庆城绝对算得上是凶名在外 不仅如此 在这个商会的头上 还有个大势力操控 难道说 秦峰和他们也有交接 激动之余 孙程赶紧给孙伯庸发了的消息 那头孙伯庸接到信息之后 紧赶慢赶的 就汇报到了老爷子跟前 父亲 这是小诚发回来的消息 您看看 孙兆辉是真生了病 刚从医院回来 眼皮子还有气无力的 可他刚一看到孙程发来的消息 立马就挣扎着坐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孙伯庸的手腕 小诚跟着去了 是的父亲 小诚让人开您的车去的 好 好啊 孙兆辉听到孙程是跟着秦峰的 激动的眼睛都亮了 看起来连自己的病只怕都忘了 早就听说 四海商会的背后 很有可能是川中的一个大家族 实力了得 虽然不知道秦先生过去是办什么事 但能让他跟着 就说明 秦先生对咱们孙家已经有了几分信任 这就足够了 这些天 孙兆辉最犯愁的一件事 就是如何在秦峰面前展现一下孙家的价值 他甚至还在暗地里 盼着秦峰在庆城出点什么事 好让他这个孙氏家主出典礼 最好能让秦峰欠自己一点人情 可惜这些天秦峰一直忙着兴盛开业的事情 赵凯那头明面上也风平浪静的 实在是没什么能插手的地方 引见李家这样的小事根本不足挂齿 算不上什么人情 今天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得呀 你告诉小城 一定要跟着秦先生 脑子给我放机灵点 如果秦先生有需要 该帮忙就要帮忙 千万别藏着椰灼 有什么事 孙家给他都叠 孙兆辉坐不住了 下床之后在房间里走了走去 连猪炮似的交代道 还有啊 就算今天无事发生 他也得把秦先生赔好了 以小城的聪明 应该能够看出点 这位秦先生究竟有多少分量 听到孙兆辉的命令 孙伯庸一刻也不敢耽误 连忙把消息发回到了孙城的手机上 而与此同时 张氏总公司的办公室里 张三城已经在办公室里绕了三圈了 总公司的高层都在 其中也包括张行 这帮人的身价加起来 若是要在庆城的商业圈里搅弄风云的话 只怕整个庆城的经济 都要为之震动一番 可现在 他们却站在张三城办公桌对面 一个个的大气都不敢传 这些人都是跟随了张三城几十年的老将了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 当初张氏面临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 险些将十几年来的努力复之一具 可那是的 张三城都没有现在这般坐立不安 现在这副样子 难道是天要塌了 张三城脚步终于停下来时 一帮人的心也提了起来 只见他几步就走到张行面前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指着张行道 我问你 我不是让你这段时间什么也别干 好好跟着秦先生就行吗 现在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和孙家的孙城走得那么紧 作为庆城首富 张三城这点消息还是灵通的 今天秦峰刚去封河楼 后脚张三城就得到了消息 后来听说孙城亲自开车 送秦峰离开 张三城立马急了 从秦峰出狱以来 他就一直在苦心经营 眼看着秦峰和张家的关系越走越近 现在却杀出了一个孙家 让他怎么能不着急 张行也没想到 自家老爹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 更没想到秦峰居然还有这种人脉 和庆城老牌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孙家走到了一起 他苦笑道 爸 他毕竟是个两条腿的人 我哪看得住他 再说了 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认识孙城啊 其实别说张三城了 就连张三城自己都没想到 秦先生居然还和孙家有关系 之前就听说过 孙家是靠着一位已经入狱的京都权贵 才能死灰复燃 稳坐如今的位置 那现在八戒上了秦峰 岂不是 张三城也懒得骂儿子了 直接一巴掌拍在了办公桌上 闷吼道 去 把张家能用的人给我叫上 我亲自去一趟四海商会 在回家的路上 林沃尔和苏月两个人 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甚至在过红绿灯的时候 林沃尔还差点闯了红灯 还好被苏月给拉住了 车停在林家外面时 还能看到成远的人在门口守着 他们甚至还形成了三班道 一帮人走了下一帮人又来 直接把林家大门给看得死死的 不过现在林沃尔没心情去纠结这个了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孙程 亲自给林沃拉开车门时的场景 同时脑海里也只剩下了五个字 这怎么可能 月月 刚才我没看错对吧 那个人 确实就是秦峰吧 苏月其实也有些恍惚 那一瞬间 他真希望自己是看错了 可偏偏秦峰从大门口走到车跟前 十几秒的时间 那张脸就这么在他眼前反复经过 他就是想骗自己 也骗不过去啊 可能 大概 真的是他 苏月咬牙挤出几个字 手也抓紧了车门把手 这下林沃尔更加恍惚了 甚至眼前黑了黑 差点晕倒在驾驶座上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林沃尔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遭到了颠覆 现在整个人混沌不清 紧紧抓住了苏月的手 产生道 月月你说过的 他不过是张家的一枚妻子罢了 可是张家和孙家之间的地位 你是知道的 若他只是张家的挡箭牌 孙大少绝不可能做到如此地步 两个人没有进门讨论 生怕此事会被其他人知道 林沃尔现在有一种受到了欺骗的感觉 可是从头到尾 秦峰也没骗过他什么 而是他自己不肯相信罢了 现在他的心情说不上好或者不好 只是觉得无比崩溃 那可是孙家大少啊 他见一次都能激动好几天的人物 可是却给秦峰亲自开车门啊 想想他之前对秦峰说过什么 他们之间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对啊 确实是天差地别 可是那个 屁 竟然是他自己 见他情绪激动起来 苏月赶紧拉住了他 安慰道 瓦尔 你先冷静一点 听我说 有些事 或许咱们见到的并不是真的 可是 你也看到了 秦峰从封河楼上下来 孙城亲自给他开车门 而在这之前 李家家主李察德 还亲自上楼去求见 孙大少为了他连招商会都取消了 还有什么是真的 林瓦尔现在屈辱极了 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自尊不允许他落泪 瓦尔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苏月沉色片刻 开口道 看出来什么 苏月拉着他的手 分析道 之前赵凯对于北区的地皮 是在毕德的时候 李家就是他最大的合伙人 赵凯那300亿里面 有100亿都是李家的 现在地皮被张家截胡了 李家肯定是要想办法 联系夏家掺和一脚的 所以 李察德会出现在这里 不足为奇 林瓦尔崩溃地靠在方向盘上 扶着额头问道 那孙家呢 这就更简单了 你想啊 这四大家族都顶上多久了 之前就有传闻 20年前 孙家分崩离析的时候 南宫家和夏家 曾经联手对付过孙家 现在张氏崛起成为首富 全是地位堪比四大家族 也就是差了点底蕴而已 你觉得 若是张家以帮孙家复仇为条件 让孙氏帮助张家对付南宫家 你说孙家会拒绝吗 听苏月这么一说 林瓦尔顿时一愣 对啊 孙家和南宫家有仇 这件事 庆程上下人尽皆知 只不过孙氏头顶上的人 早年就入狱了 而南宫家又出了个少将女婿 这让两家这些年 一直僵持不下 分不出个高低来 可若是张氏在这个时候出手 选择和孙氏联手 那南宫家的位置 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想到此处 林瓦尔的心情 也瞬间缓和了不少 而见他缓过境来了 苏月这才拍了拍他的手道 你想啊 如果秦峰不是孙家的飞手套 孙家有什么理由 对他如此恭敬吗 你该不会相信他坐了五年的牢 真把自己做成了千亿富翁吗 林瓦抿着嘴唇 把眼泪也憋了回去 对啊 相比坐着牢转上千亿 出狱后结识各方大牢 林瓦还是宁愿相信苏月分析的 最重要的是 他不愿意相信一个被自己抛弃的男人 能够一夜之间 坐到让他仰望不及的位置之上 这实在让他太难接受了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完全听取苏月的分析 而是自己思索了一番 如果其中真的只有这么简单 孙大少其实不必为了一个老改犯 做到如此地步 我知道了苏月 这件事我会再好好想想的 实在不行 之后我再和秦峰谈谈 林瓦揉了揉太阳穴 只觉得事情更加复杂了 我总觉得 这其中的事情 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他们是神仙打架 我只怕因为秦峰 最后连累到我林家 苏月同意地点了点头 没错 这样吧 之后有机会 你约他出来见个面 我和你一起去找他问清楚 若是他真的在做什么危及你家的事 也好帮你劝劝他 说着 他还气愤地砸了一下车门 银牙紧咬地说道 这个秦峰 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什么样的浑水他都敢烫啊 无论是张家还是孙家 随便出来个人 都能一根手指头碾死他 他还真以为自己 能出人头地了 哎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做事不顾后果 林瓦尔摇了摇头 叹气道 他这次只怕不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 也是为了向赵家复仇吧 若是不做这个挡箭牌 恐怕他这辈子都无法追赶上赵凯的脚步 两个女人一番商议之后 还是决定将这件事压下不谈 反正过几天 新盛就要正式开业了 一旦开业 就代表着对于北区的地皮立项 更意味着 赵凯将彻底失去这块地皮 到那时 秦峰这个所谓的新盛老板 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说不定开业当天 他就会被张家直接踢出局 到那时 他的身份也就明了了 既然如此 那还是先稳住 等新盛 开业那天再说吧 车很快就抵达了四海商会 和成远不同 四海商会在台面上 还是有正经生意的 手底下几十个施工队 庆城大大小小的工程里 都有他们的人 所以四海商会的公司 也是正经租下了三层写字楼的 不像成远 随便买一间门头就是 公司大厅 后院就是他们的 办公区域 这就体现出了 大佬和小混混之间的差别 最起码四海商会光 从名号上听起来 就知道 和成远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过现在这个时间 四海商会的人都走光了 写字楼一片漆黑 秦峰去了也找不到人 孙城看秦峰走空了 脑子也转得快 立马让手底下的人 去查了刘伯扬的位置 不出五分钟 刘伯明在自家的 新海夜总会 和几个高层小聚的消息 就回到了秦峰手里 去夜总会 虽然还是充当一个司机的角色 但这次孙城的心态 却完全不同了 一开始他还以为 秦峰认识四海商会的人 是专门过来谈试的 但看他连四海商会 什么时候下班 刘伯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他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看来秦先生不是来办事的 是来办人的呀 秦先生 需要我再多带几个人吗 马上就到夜总会了 孙城看秦峰行单影只的 顿时有些发出 虽说他身为孙家大少 不是没见过世面 但和四海商会 这种黑色地带上滚的人 打交道他 还是头一回 难免有点心虚 秦峰淡然地瞥了他一眼 你害怕 被他看出心底发虚 孙城自觉有些丢人 这倒不是 只是这间夜总会 是四海商会常年聚会的地方 也算是他们的老挝之一了 秦先生 您自己进去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回去也没法 向爷爷和父亲交代啊 秦峰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担心 既然你是跟着我来的 那我就一定 全须全意地把你送回去 说完刚好车停下了 秦峰直接拉开车门 就走了进去 看他真打算 自己闯人家老挝 孙城肚子里的苦水 一下就吐不出来了 他从小就是被培养来 继承家业的 这些年静走白道了 哪像这样 闯过人家老挝呀 四海商会 可不是成远那样 小打小闹的 他们做人黑手套的这些年 黑色下面 可全是鲜血 就算他是孙氏的长孙 又如何 真到处是来了 人家还真不一定买账 不过老爷子都交代了 让他无论如何也得跟着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追了上去 秦先生 虽然不知道 您和四海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是您放心 我们孙家在庆城 还是有些话语权的 这样 您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会动用孙家的人脉 为您和四海牵线搭桥 没有什么事事谈不拢的 您说呢 孙城一边说 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 可秦峰却信不往里走 连看都没看他 是吗 可惜 你这话说晚了 若是两天以前 或许我会同意 但现在 没机会了 秦 秦先生 就算您和四海之间 有什么过不去的看 咱们也可以先坐下 从长计议啊 您这样突然孤身上门 恐怕不太妥当啊 看他一副一往无前的样子 孙城着实吓坏了 在孙家正式和秦峰接触以后 他是了解过的 这位秦先生 曾经孤身闯入成远商会 杀了谢云 可是成远和四海 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怎么能用同样的手段 再来一次呢 也不知道这位秦先生 到底是冲动还是天真 不会真以为人家 会伸着脖子等他杀吧 就算他今天也把刘伯扬解决了 那四海背后的人 就不用顾及了吗 早知道他今天是 带着自己来送死的 他说什么 也不会跟着 秦先生 您听我说 秦峰见他锅躁不停 终于顿了顿脚步 扭头道 你如果后悔跟过来 现在可以走 但如果再多说一个字 我可能会把你一起扔出去 这下孙城不敢说话了 可是心里苦了 明明这小子和自己差不多年纪 偏偏孙老爷子发了话 要把他当个祖宗一样的供着 他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了 秦峰的一句承诺 怎会甘心就这么功亏一篑 于是他匆忙给爷爷 和父亲发了个消息 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从他们进门之后 叶总会的大门 就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秦峰和孙城刚上二楼 一楼的灯就全关了 看到这一幕 孙城疾风了 秦先生 秦哥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 咱们要来了 我们还是先走吧 秦峰却淡然地瞥了他一眼 你认为现在走还来得及吗 话音刚落 二楼的大厅里 便走出来一群人 原本空荡荡的大厅 每个包厢里都有人出来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整个二楼就站着不下百人 看来是特地等着他们上来的 不过秦峰倒是早就察觉了 毕竟从进门起 新海一个夜总会 又是在晚场八点的时间里 怎么可能这么安静 一个进出的客人都没有 孙城脸色 刷 一下就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早就知道了 秦峰没有否认 只是平静道 既然你都说了 刘伯扬这样的人 常年刀尖舔血 他会这么容易 就被人查到自己的行踪吗 即便被人查到 他身边也会带着人手防备 这回孙城彻底惊呆了 所以你在知道 对方肯定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还空着手来 其实他内心想表达的是 你找死 还把我带上了 秦峰却没什么表示 直到 刚才我就说了 你怕了可以走 孙城心里更苦了 我的大哥 你刚刚都说要走来不及了 我还怎么走啊 果不其然 秦峰话落不久 一道匪气十足的声音 从拐角处传来 有贵客大驾光临 刘某人有事远迎啊 刘伯扬出来的时候 手腕里挽着一个容貌艳丽的女人 似乎是最近很出名的 电视剧女主角 身后还跟着几个 西装革里的中年人 以及十几名金发碧眼的保镖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 便是他身边的一个黑人 将近两米的身高不说 一身爆炸性的肌肉 几乎快从西装里炸开一半 看人的时候 眼睛里的杀气完全藏不住 一眼便知道 绝非善茶 而后 刘伯扬一边摆弄 自己手里的雪茄 一边似笑非笑地看着秦峰 道 秦峰是吧 听说你胆子很大 没想到这么大 敢置身到我的地盘上来 想必 是买好棺材了 准备自己上路了 面对刘伯扬笑里藏刀 赤裸裸的威胁 秦峰并未动 他只是掀起眼皮 看了前者一眼 又扫视了一圈四周 不怀好意的目光 淡淡道 林胜去商场抓我表妹的人 是不是你派人做的 怎么 你还敢来兴师问罪 刘伯扬没有否认 也没有否认的必要 他把雪茄放到唇边 身旁的女人 立刻给他点上了火 还娇媚地笑道 刘总 看来您今晚很忙啊 我们要约明天吗 刘伯扬粗糙的大手 把女人往自己怀中一揉 阴脚眼抬起来 瞥了秦峰一眼 一只杂鱼罢了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说完 他挥了挥手 十几名小喽啰一拥而上 将秦峰团团围住 我本来还以为你赶上门 带的人应该不少 他似根本没将秦峰放在心上 脸上甚至连鄙夷的表情都没有 随后 他抽了一口烟 吐出浓重的烟雾 漠视着秦峰道 但你就这么来 看来是一心求死了 既然如此 那我成全你 原本赵家人找到他 让他帮忙处理 一个刚出狱的矛头小子时 他是不想接这个活的 毕竟以他的身份 若是还对这种小喽以下手 就有点丢饭了 传到道上 只怕还会遭人笑话 谁知道赵凯那小子 找的人太怂 自己把人都给他了 他却不敢下杀手 眼下 只能亲自动手了 So 随着刘伯扬的话落 十几个人都从背后抽出了砍刀 而对此 秦峰还没什么表示 孙承先着急了 等一下 刘伯扬都准备走了 听有人喊他 转过头来 怎么 还有一言 自接手家族部分生意以来 孙扬的舞台 都是在白道 在明面上 而此刻尽管第一次直面 刘伯扬这样的人 但他表现得还算震惊 努力不让自己丢了孙家的人 深吸一口气 孙扬道 刘总 我是孙家的孙扬 这位秦先生 是我孙家的贵客 我想你和他之间应该有些误会 或许刘总可以卖我们孙家一个面子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听到孙扬居然是孙家人 刘伯扬这才收住了脚步 他转过身 走到大厅沙发上坐下 眉头一皱 老 孙扬 孙家长孙 正是晚辈 见他态度有所缓和 孙扬心中一缓 赵凯那小子不是说 你就是个刚出狱的老改犯吗 刘伯扬抬起头 这话是对秦峰说的 是张家知道我会找你 所以请了孙家人来当说客 秦峰默不作声 眼神平淡 刘伯扬很不喜欢秦峰这种态度 按道理来说 一切都应该是掌握在他手中才是 可秦峰的表现 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 行 我就给你一个大事化小的机会 只是孙家的面子不能不给 所以刘伯扬勉强忍住 身体往沙发上一靠 大开大合地坐下后说道 孙扬 你们孙家的面子可以给 但赵凯的父亲和我是老朋友 他拜托的事 我既然答应了 我也不能搏 这样吧 你让这小子 今天带着全家一起离开庆城 从此不再回来一搏 这事就算了吗 刘总 这 孙扬闻言 却为难了起来 他是知道秦峰身份不一般的 让秦峰就这么走了 绝不可能的事啊 孙少 都没等孙扬把话说完 刘伯扬便抬手打断道 孙家的面子我能给 但孙少也别为难我是不 刘伯扬有些不耐 在他看来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矛头小子 和孙家撕破脸皮 选择了一个最佳处理方式 已经算给足了面子 刘总 话虽如此 可我也很难答应 其实 此刻刘伯扬对孙扬的态度 根本算不上恭敬 尽管他孙家是四大家族之一 可四海商会的背后错综复杂 也不仅是在庆城一遇 可事关秦峰 以及孙家当初的恩人 孙扬还是硬着头皮拒绝 要是孙少觉得没法谈 现在我就让人把你送出去 不然的话 这天底下每天都在死人 说不定每天就轮到孙少 你有血光之灾啊 刘伯扬脸色冷了下来 既然孙扬蹬鼻子上脸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见刘伯扬对自己说话如此不客气 孙扬的脸色也难看了下来 还打算在争取一下时 一只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回头一看是秦峰 秦峰拍了拍孙扬的肩膀 示意他到自己身后来 而他自己则走到了刘伯扬对面 一屁股坐了下来 淡淡道 你说的对 这世界上每天都在死人 血光之灾要来是拦不住的 刘总 既然你承认了是你派的人 那我也不愿意再谈 大家都不用多费口舌了 刘伯扬见他如此嚣张 甚至坐到了自己对面 顿时笑了 道 你想干什么 秦峰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缓缓道 我秦峰做事 向来不喜欢刘首尾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所以 我不是来找你谈判的 是来送你上路的 哦 刘伯扬一听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仅刘伯扬 他那帮手下 也同时大笑了起来 妈的 找死 笑了十几秒之后 刘伯扬脸色一垮 声音里戴上了杀机 随着他的话落 站在不远处的十几名西装保镖 便从后腰掏出了家伙 清一色的九十四手枪 同一时间 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 也瞬间对准了秦峰 刘伯扬坐在沙发上 拱着身子煞气十足地看着秦峰 道 小子 看清楚了 我这里是四海商会 可不是承远 我知道你伸手了得 在承远大展拳脚 一个人捅了承远的老窝 可现在你试试 你敢动吗 这幅画面 让孙承顿时有些腿软 他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哪里见过这种架势 之前只听说四海恶民在外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居然敢动枪 请 请先生 要不我们 还是先答应他吧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孙承都快疾风了 作为孙家大少 他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 哪经历过这种场面 可尽管焦急 但他也不敢动 生怕哪只枪一走火 他就这么交代在这儿了 被十几只枪指着 秦峰却跟歌梅世人一样 他漠然地瞥了一眼 刘伯扬脸上的冷笑 开口道 九十四是手枪 这种轻量半自动的手枪 现在都快停产了 刘总能搞到这么多 也是好手段 好说 刘伯扬看着秦峰 已经宛若 看着一个死人 只是秦峰淡下一句话 却让他眉头一灵 只见秦峰淡淡一笑 不过这种快被淘汰的手枪 应该比不上我呢 刘伯扬眉头挑了挑 原来你还带枪来了 怪不得敢读闯我四海商会 既然带都带来了 那就拿出来看看吧 我倒想看一眼 是什么枪 能给你这么大的勇气 秦峰道 我已经拿出来了 你没看见吗 什么 刘伯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时 他旁边的女明星 突然一声尖叫 惊恐地站起来 指着刘伯扬的身上 刘 刘总 你身上 刘伯扬低头一看 瞬间愣住了 他胸口的衣服上 不知何时 竟然布满了 秘密麻麻的红点 这 这是什么 刘伯扬也是见过世面的 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他疯狂地拍打着身上的红点 可那些 红点如影随形 秘密麻麻的聚集在他的胸口处 不仅如此 那名被吓得 瘫倒在地的女明星 见状捂住了嘴 指着刘伯扬的脑袋道 头 头上也有 女明星话音刚落 夜总会外面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狂风从没有紧闭的大厅窗户中传来 刘伯扬的手下 往窗外看了一眼 顿时惊呆了 直 直升飞机 众人闻言 纷纷朝窗外看去 其中也包括孙成和刘伯扬 只见 堵堵堵的巨响之中 窗外一架迷彩外形的直升机 正在大楼外盘旋 与此同时 楼下也在直升机噪音的掩护下 传来了破门声和脚步声 一队全副武装的特种小队 迅速入场 很快就把整个一楼和二楼大厅控制了起来 而这时 四海商会的人也发现 不知何时开始 他们每个人的脑袋上 都顶了一个红色的光点 相比之下 那十几只94手枪 就像是儿童玩具一般 不堪一击 刘伯扬傻眼了 一旁的孙成 更是震惊的脸色苍白 这 这些是什么 他原本以为 秦峰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 跑来独闯四海商会 可现在他才看清楚 天真的人是自己 别的不说 光凭外面那一架军用直升机 还有指着刘伯扬脑门上的 十几只狙击枪 要调动这些 哪怕是当今是首都 不一定有这个权限 更遑论 这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小队 他们身上的衣服 并非普通的特径 而是来自西南战区的特种武装 此刻此刻 一脸猛逼的孙成张大了嘴 震惊地仿佛能吞下一个鸡蛋 而刘伯扬更是不如 燕还夹在手上 落下的灰烬掉到的脚面上 他都没有察觉 从直升机出场的时候 他就感觉一股凉意 从脚底直冲头顶 现在看到 这支武装小队 更是一股恶寒直冲心脏 这明显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秦峰 毕竟他手底下犯过的恶行 累积到一起 官方派人来抓他 也完全用不着 出动这种级别的武装势力 他们不是为了来抓自己 而是为了给秦峰撑场子 甚至是直接动用武力的 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中 一名指挥模样的人 小跑到了秦峰的身边 他们全都蒙着面 所以看不到真实面目 只见他站定后 朝着秦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秦先生 我等奉命前来保护秦先生的安全 现已就位 敬请指示 话音一落 大厅里就响起了整齐花衣的上堂声 似乎只要秦峰一声令下 他们便会将整个四海商会血洗一番 刘伯扬一动也不敢动 脸色苍白 心中却是把赵凯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这个苟日的 不是说要对付的 只是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吗 一个劳改犯 能够请得动这么多武装势力吗 还是明目张胆的官方势力 造成这一切的主人公秦峰 表情却显得很是淡定 他抬起眼皮看了一下来人 缓缓道 辛苦你了 奉命行事 秦先生客气了 秦峰点了点头 随后便抬眸看向了刘伯扬 后者接触到他的目光 就跟触电似的浑身一抖 随后想都没想 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秦 秦先生 秦祖宗 刘伯扬双膝落地 一路跪行到秦峰跟前 刚想伸手去拉秦峰的裤腿 一只冰冷的枪管 就抵在了他的脑袋上 吓得他赶紧收回手 秦峰坐在沙发上 眼神平淡 如同看着一堆死物 刘总 我的枪还满意吗 满意 都快吓破了胆了 秦先生 你 您听我解释 这一切都是赵凯内小子安排的 我一时鬼迷心窍 相信了他的鬼话 所以才 相信他什么鬼话 不等他说完 秦峰就直接打断了 啊 相信他说 我只是个老改犯的鬼话 刘伯扬连连点头 一个在道上名声远扬的汉匪 现在却是鼻涕横流 若是秦峰今天带来的 同样是道上的人 真把他制住了 他或许都不会这么害怕 毕竟他知道自己背后 还有一棵大树 秦峰不敢把他怎么样 然而 现在却不同了 这可是来自官方的特种武装啊 而秦峰能让这帮人出现 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啊 让一切 如何能让他不害怕 但他的心思 全都被秦峰看在眼里 迎来的只是一声吃笑 所以 按照你的意思 若我今天真的只是一个老改犯 那我和我的家人 岂不是已经死在你四海商会的手上了 他看着刘伯扬的眼神越来越冷 漆黑如墨的瞳孔 犹如一汪不见底的深潭 里面潜伏着饕餐巨兽 像刘伯扬这样的人 连关进幽民监狱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却仍旧十恶不赦 在他们眼里 人命十分贵贱的 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的命才是命 而普通人的命 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玩乐的东西 不过是赚钱的工具 今天站在这里的秦峰 若还是五年前的秦峰 只怕早就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秦先生 刘伯扬被秦峰的话吓了一跳 颤抖着身体连连摆手 要不是赵凯那个混蛋 我哪里会和秦先生你有冲突呢 秦 秦先生 我不求您放过我 但求您给我留一条生路 只要您留我一条狗命 我愿意为您安钱马后 以弥补今日的过失 刘伯扬知道 秦峰是专门来找赵凯报仇的 若是自己肯倒戈 他能省下不少力气 所以秦峰一定会答应 可秦峰却是满脸冷漠 林盛那天 要是只冲着他一个人来 说不定今日他还能和刘伯扬谈谈 可偏偏他动谁不好 竟然敢去伤害姑母和可欣 他是没办法日夜都待在他们母女身边的 更无法随时让人看着他们母女俩 以防万应 可以说 刘伯扬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家人 属实是给了他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既然解决不了难题 那他就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只听秦峰冷冷道 一个伤害我家人的人 我绝对不会原谅 我说过 我今天是来送你上路的 不是来劝祥的 刘伯扬 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先收下吧 言罢 秦峰抬谋 后者立马会议 回头一招手 四名队员便抬着一口棺材上来 放到了刘伯扬面前 看到这口棺材 刘伯扬的身体疯狂颤抖起来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做最后的挣扎 秦先生 您不能杀我 我背后是四海商会 四海商会 可是川中洪家的 呃 刘伯扬的话尚未说完 秦峰便一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 无论你背后是谁 动我家人的那一刻 黄泉路上 就已经挂上了你的名字 凭你犯下过的罪行 你该庆幸在这里就遇到了我 若是在那个地方 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生不如死 下意识 替人卖命之前 先擦亮自己的眼睛 言罢 秦峰手上用力 便可听闻骨骼断裂的脆响声 刘伯扬脑袋一歪 瞪大的眼睛里 还有不甘和绝望 刘伯扬一死 剩下的人便成了一盘散沙 在特种武装的镇压之下 他们根本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谁也没想到 秦峰下手 居然如此狠辣骨断 杀刘伯扬的时候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倒是那名奉命带队 来保护秦峰安全的指挥眼皮跳了跳 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这就是幽冥监狱出来的人吗 他看得出来 刘伯扬的脖子已经粉碎了 人的颈椎骨是最脆弱 也最坚硬的地方 秦峰这一手太狠了 处理完刘伯扬 秦峰慢悠悠地擦了擦手 随后才站起来 朝着指挥微微一笑 今天多谢了 剩下的事情也麻烦你们处理一下 毕竟人是叶黄借给他的 虽然不是他自己的人 但是不用白不用 那名指挥点了点头 严肃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接到的命令 便是保护秦先生的安全 同时一切行动听秦先生指挥 嗯 秦峰点了点头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总之 回去告诉你的上风 今天的人请我秦峰记下了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 有机会 我会向他当面道谢 其实刚才直升机出现的时候 就连秦峰都有些诧异 他只说向叶黄借人 但没说借多少人 没想到那个女人这么给面子 着实把排场给他铺满了 不过也着实夸张了点 好 如果秦先生没有别的事 那我们就先说对了 嗯 秦峰点了点头 随后将目光落到了刘伯扬的尸体上 对了 这个人的尸体 麻烦你们帮我送到一个地方去 从叶总会里出来 已经是半夜了 秦峰不太悠闲地走到了劳斯莱斯旁边 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来点上 却发现没有火 他转头看了一眼 还呆呆傻傻的孙诚 一伸手 有火吗 直到这一刻 秦峰的声音 才彻底将孙诚 从刚才的一幕幕中拉回来 不过声音来得太突然 孙诚被吓了一跳 身体都抖了抖 当定睛看到眼前的人 还是秦峰时 他赶紧道 有 有的 孙诚慌慌张张地 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打火机 也不管什么身份不身份了 亲自点燃送到了秦峰嘴边 秦峰吐出烟雾之后 才拍了拍孙诚的肩膀 谢了 听到这话 孙诚简直受宠落惊 谢他 他都快吓死了好吗 从小到大 他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 孙家原本是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把孙诚培养来 进入官方的 可惜孙诚不争气 官徒是走不动了 因此 孙氏所有的希望 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他自认也算天之骄子 18岁的时候 就能独自处理公司 大大小小的业务 商场上什么样的尔虞我诈 他没见过 二十出头的年纪 就能和各种商业大佬 坐在一起 推杯换盏 之前爷爷 让他把秦峰供起来的时候 他心底原本还有些不愤 骨子里的骄傲 让他并没有完全看中秦峰 可是今天晚上的一幕幕 却让他看明白了 同样的年纪 秦峰所能接触到的层面 绝不是他能够想象的 而且刚才 秦峰坐在大大小小几十只枪管面前 仍旧不动声色的样子 他实在是自愧不如 再加上他请来保驾护航的人 可比他平时出入身边 带的什么外国保镖 拉风多了 所以现在秦峰在孙城的眼里 整个人都是金光闪闪 得到秦峰一句多谢 他都不敢接受 峰哥 您太客气了 我就是递个火而已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孙家能够为峰哥您做事 那是我们的荣幸 谈不上险 秦峰文言乐了 你和我差不多年纪 倒是挺会打关枪 行了 你也不用客气 刚才你主动站出来 想替我和刘伯扬求和 同时还能留下来没逃跑 光这一点 我就记下了 要是换做张行那小子 说不定早就脚底抹油了 孙城作为一个密冠里 抛大的少爷 有这份魄力 着实未来可欺 得到了秦峰的赞赏 孙城一时更加高兴了 换做之前他觉得没什么 可现在能够被秦峰赏识几句 他甚至觉得有点飘了 行了 今晚上你也跟着我跑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秦峰熄灭了烟 随后拉开车门 坐进了副驾驶 孙城立马跟上 让司机先送秦峰回雪月华亭 秦峰是回去休息了 但是今天晚上 注定有人要睡不着了 与此同时 张三成亲自带着人 风风火火的杀到了四海商会后 发现整个大楼关灯庇护的 根本没人 他着急的给秦峰打了个电话 却发现无人接听 于是又火急火燎的 让人去查刘伯阳现在人在何处 甚至在车上等消息的时候 他就跟屁股底下着火了似的 坐立难安 张行在一边看着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爸 你也不用这么夸张吧 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傻到一个人去闯四海商会吧 再说 就算他真的去了 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作死 跟你也没关系啊 张三成一听 立马就火了 直接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你小子少废话 让你好好跟着秦先生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告诉你 要是秦先生今晚上出了什么事 后果不是我们张家能承受得起的 你明白吗 且不说张家究竟欠了王千帆一个多大的人情 哪怕他现在人在狱中 张三成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况且在秦峰出狱之前 王千帆打来的那通电话里 千叮咛万嘱咐过 哪怕帮不上什么忙 也千万不要得罪秦峰 否则就连他也就不了张家 张三成不认为他是在吓唬自己 也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 今晚上张三成都心神不宁的 生怕秦峰会出什么岔子 好在手下很快就上来汇报 说秦峰在三个小时之前 就去了四海的另一个老窝新海野总会 听到他居然一个人就去了新海 张三成天灵盖都快冒烟了 还没等他下令追过去 汇报的人便道 董事长 我们现在去不了了 去往新海野总会的几条街都被封锁了 里面也被人包围了 好像是西南战区的特种武装 亲自出动 张三成一听 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坐在原地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沉声道 王先生果然带我张家不宝 当夜 赵家也不太平 秦峰之身前往新海野总会的消息一传过来 赵凯便露出了喜色 这是个好消息啊 新海是什么地方 是四海商会在庆城的第二个老窝 这件事旁人不知道 但他赵凯却是清楚的 而且 刘伯扬心狠手辣 这些年行事手段极其逮捕 他虽说只是个副会长 但是在四海的地位 却比会长还高 因为他本身的来历便不简单 他可是川中刘家人 四海商会本身就是川中刘家的一个黑手套 刘伯扬乃是刘家的一个支脉 专门被派到庆城 来监管这边的地下产业的 川中刘家在西南地境 是不择不扣的超级大族 黑白通吃 纵然是庆城本地的四大家族 在刘家面前也都要礼让三分 这也是为什么 刘伯扬敢不将孙城放在眼里 如此跋扈 因为只要他做的事不是太过分 那就有刘家给他兜底 而今天秦峰不知哪根筋不对 居然敢孤身去刘伯扬那里讨说法 他以为刘伯扬是谢三爷那种货色吗 真是找死 赵凯问讯 脸上冷笑连连 随后 他第一时间又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父亲赵志舟 只是后者的反应 却让赵凯失望 不仅没有喜悦 反而表现得异常不屑 那小子不过是张家的一枚妻子罢了 除掉他 有什么值得开心呢 还有 这是你五年前做事不谨慎留下来的货根 要是你能仔细点 他都不该再出现 被父亲这么一教训 赵凯脸上露出了几分尴尬之色 是 父亲教训的对 赵志舟横了他一眼 这段时间赵凯的表现 让他极其不满意 整个家族把希望放到他身上 他道好 居然因为以前的救世 让家族蒙受这么大损失 还要进行补救 你别光认错 这次处理的如何确定了吗 那小子到底做到没 父亲您放心 秦峰孤身去新海的消息 是四海商会的人放出来的 不会有错 他敢去找刘叔的麻烦 还能活着走出来不成 赵凯话虽如此 但还是拿出手机 给刘伯扬打电话 电话打了几遍才接通 而赵凯说了几句之后 挂掉了电话 露出了些许笑意 爸 可以放心了 那小子已经触怒了刘叔 已经完蛋了 不过因为那小子造成动静太大 现在那边的街道被封锁了 报备是紧急的反恐演练 刘叔正在处理这件事 所以是他手下黑狗转告我这件事 让我们放心 反恐演练 照着周眼中闪过一道疑惑 但很快又释怀 毕竟在他心中 秦峰怎么可能斗得过刘伯扬 他可知道 刘伯扬手下都是有枪的 而这个什么演练 肯定是动了枪 所以欲盖弥彰 以他的能量 掩盖下来应该不难 你刘叔不愧是你刘叔 这件事结束了 可得好好谢谢他 赵志舟轻笑了一下 见赵凯忙不迭地点头 便又继续到 虽然只是除掉了一个小角色 但好歹是给张家一击重击 那小子是张家放在台面上的人 现在他死了 新回开业的时候 张家必然找不到另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只能派张行出面 届时 我们只需要煽风扁火 南宫家便会知道 究竟是谁在和他们作对 赵凯文言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容 然后 咱们就能等到两家内斗 自己做收渔翁之力了 这一招不仅让他解决了 秦峰这个肉中刺 还可以让张家损失一枚棋子 同时挑拨南宫家和张家的关系 可谓是一举三得呀 算起来 新盛重新开业 就在后天了 你去背上一份贺礼 找点与我们熟悉的公司和家族 一起去看看热闹 我明白 赵凯文言立马答应下来 不仅要准备贺礼 还要带上记者媒体 一起见证一下近日 备受瞩目的新盛 没了他们 老板 该如何收场 秦峰啊秦峰 五年前你就该死了 让你多活了五年 黄泉路上 记得多感谢我几次 心腹大患解决 赵凯心中无比安定 这一晚 他睡得异常香甜 两天后 心灰开业 而这两天时间里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 新盛老板 所谓的庆程新贵身份作假 出身牢狱的消息 便在业内传得沸沸扬扬 并且还有人说 这位新贵 只是被推手推到台前的小人物 如今已是遇害 而在心灰开业的当天 大家还会看到 真正的新盛老板露面 这个消息 虽然只在业内一定范围传播 但绝对算得上爆炸性的新闻 毕竟一个星期以前 才崭露头角的庆程新贵 转眼就被人捶爆了身份作假 实则有幕后操守 这件事无论如何 都让人难以置信 业内聪明人不少 大家都看到 那天和秦峰一起的人是张行 新盛的前身 也是张氏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于是一时间风云四起 所有人都在猜测 张家是不是打算一个人 独吞于北区的商圈规划 把这块吃不完的蛋糕 直接打包带走 给自己积身成为 庆程的第五大家族做铺垫 而秦峰走马上任的当天 便把半个建材业 地产业的同行给得罪透了 因此 这条新闻一传出来 业内所有同行都开始排斥新盛 以至于开业当天 前来恭贺的人不多 但来看热闹的人却不少 赵凯是和南宫善一起出现的 他一下车 立马就引起了注意 许多拍卖会后 有意无意和赵凯保持距离的公司老板 又凑了上来 大家对赵凯的态度也有了回暖 南宫小姐 赵总 你们也来参见新盛的开业大会 第一个上来搭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日被秦峰直接赶走的陈勇 南宫善向来高傲 陈勇这种级别的人他是从来不会打话的 要不是今天赵凯哭着求着让他来 说是要向自己证明 他搞定了之前拦路的那个王八蛋 还说那小子是张氏派来针对南宫家的 已经被他解决掉了 自己来都不会来 因此 有人来和他搭话 他都百般不耐烦地朝着赵凯道 外面太热了 我先进去了 赵凯连忙陪着笑脸 外面太阳大 夫人先去里面休息吧 我随后就进来 南宫善理都没理他 直接进了那场 作为开业大会 新盛特地开放了公司大厅 作为剪彩仪式的会客厅 承邀业内同行前来管理 看南宫善走了 赵凯才站直了身子 不冷不热地瞥了陈勇一眼 怎么 陈总今日也有空 哦 我怎么忘了 前几日陈总刚来过新盛求合作 想必这次剪彩过后 于北这块饼 陈总能分到不少吧 陈勇文言 立马愤愤地一拍大腿 别提了 秦峰那个王八蛋 那天他被秦峰直言拒绝 而且还让保安把他们给赶走 在圈子里 几乎成了个笑话 对家拿着是做文章 一口一个 他们被庆程新贵嫌弃了 弄得他这段时间 脸面都丢尽了 他今天过来 纯粹是为了看新盛笑话的 都说秦峰其实根本不是什么 庆程新贵 就是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这样的好戏 这帮人怎么能错过 注意到陈勇一脸愤懑 赵凯却是不动声色 淡淡道 陈总 你现在可是在新盛的地盘上 直接辱骂他们的新老板 不太合适吧 陈勇文言愣了愣 不过随后就笑了起来 赵总 我们毕竟合作了这么多次 在我面前 您就别装了 他扭头看了看旁边无人 压低了声音问道 今天这场好戏 是你安排的吧 赵凯不瞥了陈勇一眼 谋底闪过一丝危险 陈总 话可不能乱说啊 他想暗死秦峰 更想搅乱张家和南宫家的浑水 重新拿到渝北区的地皮 可是他却不想让人知道 他和秦峰之间的恩怨 更不能让南宫善知道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陈勇见他否认 立马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不可能吧 这是 原来和你没关系吗 那就奇怪了 他以为这次新盛丑闻暴露后 会议最大的 应该是赵总你才是 赵凯松了一口气 陈总说笑了 新盛丑闻暴露 渝北区的地皮 也已经拍出去了 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这还不简单吗 秦峰那小子 新盛老板的身份是假的 他背后能有什么人 还不就是张家 陈勇拍了拍他的胸口 示意他看大门口 没看宝新和公正处的人都来了吗 一旦证实 新盛其实就是张氏名下的公司 而他们却在拍得地皮之后 暗箱操作 恶意转手 肯定会被收回地皮 毕竟宝新可是背靠着官方的 于北区的地皮 又是官方规划的工程 怎么可能让他们这样操作 转手卖到根本不存在的公司呢 陈勇话虽然没说完 但赵凯已经知道下文了 一旦宝新将地皮收回之后 就会重新进行竞标拍卖 到那时 男公家和张氏撕破脸皮 必定会全力帮他争夺地皮 届时 就算没有李家的合作 他一样可以拿下地皮 不过在陈勇面前 赵凯表现的仍旧十分谦虚 陈总这话就不一定吗 传言毕竟是传言吗 那位秦先生出手如此阔绰 怎么可能只是套皮呢 陈勇想起来 秦峰之前对他的所谓 当即一声冷笑 是不是套皮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就不信 今天这场开业大会 真能风平浪静 赵凯没有再回答 可是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 他和陈勇一起进入会场之中 之前因为拍卖 会对他近而远之的人 全都围惧到了他身边 除了男公善的原因 还有就是因为 昨日爆出的传闻 让所有人都和陈勇 有了一样的想法 一旦新盛被证实 秦峰的身份造假 地皮就会被保新收回 到那时 最有可能得到地皮的人 就是赵凯了 在场之人虽然不说 但都心知肚明 新盛的丑闻 多半就是赵凯报出来的 他敢放出这种消息 就说明他已经掌握了 确凿的证据 等着看戏就行了 赵凯在一群人的吹捧之中 逐渐回到了拍卖会之前的状态 笑得胜券在握 记者媒体都就位后 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一堆问题 等着问秦峰 可是从楼上下来的 却并不是秦峰 而是身为他秘书的迪鹿 迪鹿今日西装笔挺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找到了状态 微笑着看向前来 管理 我家秦总临时有事 可能要晚点才到 所以今天就由我代表他进行剪彩 还请诸位见谅 听到秦峰居然不来了 各家媒体一阵躁动 坐在下面的赵凯却十分兴奋 不是不来 是来不了了吧 呵呵 不来 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第一个发出意义的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秦峰得罪了的陈勇 新盛剪彩 也意味着于北区的地皮 要正式开工 你们新盛难道以为那块地皮 是你们一家公司的事吗 那可是我们庆城建设的大工程 他秦峰作为老板都不来 让你一个小秘书代劳 怎么 是没把官方看中的工程放在眼里 还是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 他一开口 立马便有人附和 他到底是没来 还是不敢来 呵呵 心上还没开张呢 就这么嚣张 我看是身份被戳破了 没脸来吧 迪路见状 脸上露出了几分慌乱之色 连忙想要安抚众人的情绪 可这帮人 今天就是冲着看好戏来的 没见到秦峰 他们怎么可能收场 而且 其中还有几个是赵凯安排的人 一直在带动着大家的情绪 底下的记者媒体 也纷纷朝着迪路发问 迪秘书 听说秦先生 根本不是贵公司真正的老板 请问是真的吗 听说秦先生 只是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新盛未掩盖丑闻 所以是故意不让他露面的吗 秦先生不出席新盛的剪彩 是不是代表着新盛老板另有其人 若是如此的话 新盛是不是在欺骗大众 欺骗宝星呢 一帮记者见凤插针 硬生生把迪路堵得说不出话 他头上顿时冒出了一层冷汗 下意识地看向了赵凯 而赵凯看在眼里 嘴角始终挂着笑意 甚至还朝着迪路扬了扬眉 迪秘书 见凤为轰托得差不多了 赵凯才慢悠悠地站起来 一边整理袖口一边道 我想秦峰先生自己的事情 还是应该请他自己站出来解释吧 毕竟新盛接手了于北区的地皮 日后可是要建设城庆城的地标之一 我想没有人会愿意看到工程还没开始 新盛就丑闻满天飞吧 就是让秦峰出来说话 老板不出面 你一个秘书算什么 难道传闻是真的 秦峰这个假老板不敢来了 迪路文言一脸为难地看着众人 他越是为难 召开脸上的笑容便越是得意 秦峰今天来不了 传闻便彻底坐实了 到时候他看张家该如何收场 就在众人对新盛起义的时候 场外也不比场内亲了 毕竟新盛剪彩这样的大事 来凑热闹的人不在少数 其中便有一道歉影 默默地站在了人群之外 看着大厅中央的迪路 那对漂亮的眸子露出了几分晦暗之色 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秦峰 之前我就说过 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拿 如今被推到风口浪尖 你又该如何自处 你以为你成功了 殊不知已经成了人家的气子 这个女人正是凌婉 那天在风河楼见到秦峰之后 凌婉一直心神不宁 所以得知新灰开业 他今天就亲自来看一看 而到现在 秦峰都没出现 结果很可能已经注定 秦峰真实身份被揭发 张家放弃他这没气责 其实今日道场的人里 认识秦峰的人 还不止凌婉一个 外场的人堆里 有一撮人看着迪路 被记者和一帮老板问得手足无措 他们反而得意起来 我就说嘛 吊丝就是吊丝 上部的大场面 猪鼻子插疯装相 现在被人揭穿了吧 这几人无他 正是秦峰的大学同学 前段时间还来兴盛 求职过的叶子盛的人 求职那天回去之后 叶子盛就跟丢了魂似的 整整一天使不下咽 除了悔恨之外 他更多的便是惶恐 想到秦峰如今一步登天 成了大名鼎鼎的沁城新贵 那么羞辱过他的人 日后在沁城 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他惶惶不安地四处联络 想厚着脸皮找个机会 和秦峰重修就好 谁知迪璐不仅对他避而不见 甚至连他们的好友群都退了 姚申仪变成了新盛总裁秘书 这样的落差 让他这个生性高傲的人 怎么都承受不住 险些就要抑郁症了 还好昨天徐清晴 给他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秦峰根本不是什么新盛老总 他就是张家推出来的 一个幌子而已 这个消息 让叶子盛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天晴了雨停了 他觉得自己又行了 今天新盛开业 他火急火燎的就带着一帮好友来看笑话 之前我就说过 和自己身份不匹配的东西 就算暂时得到了也会失去 此时的叶子盛又找回了他 叶少 风采 点评起来也是老气横秋 还好我早就看出 这个秦峰是个惹祸的种 我们才没有像迪璐那样成为众矢之地 当着这么多老板和媒体的面 被揭穿得体无完肤 真是丢人 徐清晴文言也连忙复合 是啊 还好有紫盛 要不是你 我们就都被秦峰给骗了 不过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该不会真如传言所说的出事了吧 听说是被对家整了 失踪了 姚寒一听就笑了 不过就算没失踪 他来了能干什么 老改犯的身份被揭穿 他还能装得下去 没错 不过可惜了 还想看看 他今天是如何丢人的呢 没想到来都不敢来了 宋雪也忍不住讥笑了起来 无论秦峰来不来 今天他的脸 新盛的脸 是丢定了 红极一时的庆程新贵 不过发酵了一周世家 就迅速成了的笑话 光是想到这一点 叶子盛都觉得心情大好 今天庆程的阳光格外明媚啊 大厅内 狄鹿还在被各方围攻 半天都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 赵凯一直在观察宝星和公正出人的脸色 见他们一直在低声议论 而且 眉头越锁越紧 他便知道 时机成熟了 于是他整理了 一下衣服 站出来道 狄秘书 我是相信秦总的为人的 但要是 他不能亲自出来解释清楚昨日的传言 那兴盛这场开业大会 只怕是要闹笑话了 毕竟 这么多记者朋友 他们总有知情权 不能不给一个交代 澄清一下吧 这 狄鹿一脸为难 似乎快要绷不住了 他的反应完全在赵凯的预料之中 只见后者假惺惺的说道 你还是让秦总出来吧 不然到最后 只怕保兴和公正出的几位 就要自行调查 给在场所有人 以及咱们庆程的民众一个交代了 赵凯这句话 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 哪怕是存心看八卦的人 心中也笃定了消息的真实性 所以 不少人也不忘此刻和赵家套近 来踩上一脚 场面一度竟是有些失控了起来 而赵凯笑看着迪路满头大汗 事态朝着自己安排的方向发展 表情十分满意 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果然不错 赵凯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秦峰行事 何须向你解释 就在众人要求公正处 进行调查的时候 一道男生自外场传来 令赵凯手中的酒杯一震 他虽然已经多年未曾见过秦峰 甚至已经将他抛之脑后了 可是这道声音他却很熟悉 正是在宝星拍卖会上 让他颜面尽失的人 他猛然抬头 朝着人群外看去 便看到人群自动分成了两边 一道高大鼻体的身影 缓缓走来 他居然出现了 看到秦峰出现 在场不少人都心神震动 表情各异 林瓦尔站在人群外 看着男人高大的身影 从自己面前走过去 却未曾看他一眼 眼神变得极其复杂 从前自己无论在哪里 他都能一眼发现自己 今日秦峰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 他总有一种感觉 他们之间似乎已经越走越远了 不过很快 他就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不要多想 秦峰来了又如何 他的身份已经被揭穿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牵异新贵 拯救不了局面的 而叶子盛等人看到秦峰 除了愤怒之外 更多的则是嘲弄 在场的人中 不少人和他们的眼神是一样的 都等着看秦峰是如何丢人的 可秦峰脸上面无表情 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潇洒 今日他特地穿了一身西装 本来就高大挺阔的身材 加上西装的加持 让他看起来气质脱俗出尘 竟然有种大权在握的霸气 他目不转定地看着赵凯 昔日的仇人时隔五年 今日才真正见面 只是看到他出现 赵凯的脸色 闪现了一抹阴力 端着酒杯的手清金爆起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来 他怎么来的了 也不怪赵凯会对秦峰的出现如此惊讶 前天他得到的答复 秦峰孤身闯进了四海的老窝 按理说他就算不死也半惨了 可看他意气风发的模样 哪有半点被人折磨过的样子 难道刘叔那里出了问题 被收买了 见他面露异色 秦峰的表情却格外冷峻 再次看到赵凯这张脸 他已经能将喜怒全都压在心底 只化作一腔复仇之火 汹涌澎湃 表面却风平浪静了 怎么 看到我能来 很惊讶 很失望 秦峰的出现 让在场沸腾 他的开口 又让现场一片寂静 赵凯面皮抽了抽 意识到现场人太多的时候 努力让恢复了笑容 秦总这是哪里话 心盛开宴 你身为老板 本身就应该到场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何要失望 你不失望 我却觉得有点失望 赵凯眉头皱了皱 道 什么意思 秦峰比他高了半头 此时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莫然道 五年过去了 看来你一点长进都没有 都说爬得越高 摔得越狠 我还期望 你能爬得高一点 这样 我把你拉下来的时候 才能看到你粉身碎骨的样子 你想说什么 秦峰没有搭理他 而是转身看向了前来的媒体 以及各家老板 一转扫尸完 他才定定地盯着赵凯道 五年前你种下的因 今日 便是我还你的果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秦峰一口提到了当年的事 赵凯在外 向来以千千君子试人 南宫善也在后面看着 若是被秦峰抖落出 他当年因为菲里林瓦尔挨打 最后还反过来陷害秦峰的事 就算证据已经被抹灭 其他人不会相信 可南宫善是个不折不扣的杜夫 一旦知道了此事 必定会进行调查 到时 他和秦峰林瓦尔之间的关系被发现 他就解释不清了 于是他急忙开口 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秦峰 道 秦总 既然你来了 那也先别急着扯其他的 保兴和公正处的人都来了 你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麻烦吧 说完 又朝着秦峰走进了一步 用只有两个人的声音 狠狠道 我们两个到底谁先完蛋 现在还说不准 秦峰 这次就算有张家给你做后盾 也没用 秦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 保兴和公正处的人见他到了 也走了上来 秦先生 率先开口的是公正处的女人 一身黑色职业装 脸上还戴了一副黑边眼镜 显得十分专业 根据我们的调查 您之前拍下于北区DP的资金来源存疑 保兴对我处提出了一意 要求您给出证明 您的资金从何而来 公正处的人说的还算委婉 其实就是在告诉在场所有人 没错 他们已经查清楚了 秦峰确实是个刚出狱的老百贩 这些钱 他来路不明 而不管是涉及到十一钱 低价转售等等 都属于恶劣情节 需要收回 所以这时 保兴的人也站出来道 秦先生 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您参加拍卖会之前 您的名下并没有任何资产以及公司 于北区的规划 乃是官方工程 我们不能随意将它交给 来路不明之人 若是您的资金存疑的话 那么我们也将会收回于北区的开发权 请您见谅 秦峰看了一眼二人 他们想必都是因为赵凯散播的消息 才对会自己进行的调查 赵凯想用这种方式把他 背后的张氏逼出来 不过可惜 赵凯不知道的是 张氏不是他背后的人 他 才是张氏背后的人 我的钱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钱 秦峰开口 一字一顿道 是别人送我的 此言一出 现场立马一阵哄笑 边也不边的像样点 送 怎么没人送给我 哼 那可是一千亿 谁会闲得没事 把这么多钱送人 怎么 你救了世界首富的命 就连赵凯听到他的话 都忍不住吃笑了一声 蠢货 且不说 秦峰区区一个老改犯 有谁会把一千亿平白无故地送给他 就算他真的出身名门 一千亿哪怕对于张家来说 都是一笔巨额数字了 没来由的话 凭什么送给他 他当那一千亿是什么 宝星和公正处的人 听到秦峰这个解释 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特别是公正处那名女人 一看便是严肃派 当即就立声道 秦先生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的身份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半个月前 你才刚从大宇监狱出来 谁会平白无故送你一千亿 若是 你在胡言乱语 我们就当你拒绝配合 北去的开发权了 看到二人因为秦峰的言论 有些怒火 赵凯嘴角上扬 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 真是个蠢材 说出这种话 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都不用他推 这个傻叉 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 场外 林婉也摇了摇头 常叹一声 他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这种谎言 连三岁小孩都不会信 更何况保心的人呢 这回他是真晚了 叶子盛等人更不用说 看秦峰居然如此口出狂言 直接乐疯了 还有人送他一千亿 一个劳改犯 一千块都不会有人送吧 可面对众人的嘲讽 秦峰却十分淡然 我很配合啊 那一千亿 确实就是别人送的 见他执迷不悟 公正处的工作人员 明显不耐烦了 啊 秦先生 你难道非要 我们点破吗 你一个坐牢五年 在此之前 也不过刚刚毕业工作的人 没有丝毫人脉和地位 谁会把一千亿 这么一打笔巨款 白白送给你 赵凯也趁此机会 在一旁煽风点火 是啊 别说那一千亿了 就说今天新盛开业 连个像样的花篮 恭贺的人都没有 谁那么想不开 会给你送钱 就是就是 撒谎也不知道 找个好点的理由 秦峰 你这个骗子 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认识秦峰 他是个孤儿 从小就是由他姑妈养大的 他根本没钱 众人一起符合 就连叶子盛这边 都有人因为极度 落井下石的开口 赵凯耸了耸肩 一脸遗憾地看着秦峰 道 秦总 看样子 你劳动改造 没有让你洗心革面 现在饭中目了吧 秦峰知道对方是想激怒自己 看了他眼 表情依然平淡 还TM装呢 赵凯还想说 什么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 张氏张三成 前来攻克 众人一时间 全都朝着门外看去 便闻一道男声响起 震得大家吓了一大跳 只见张三成的车队 在门口停下 张三成张行父子二人 一同下车 西装革履表情肃穆 他们身后还跟着一辆重卡 就在众人都在猜测卡车里是什么的时候 张三成一个眼神 手下便将卡车后门拉开 碰 张氏张三成父子 挟十亿现金 为秦先生 为兴圣恭贺 卡车轰隆一声巨响 十亿的现金清晰而下 眨眼之间 漫天的纸币纷飞 十亿 一辆重卡 十二吨 红色的钞票漫天纷飞的场景 一瞬间就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 在场所有人的心都随之揪到了一起 林瓦尔等人看到这一幕 早就已经傻眼了 身体随着纷飞的纸臂在不停颤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哪怕在场身价几十亿的人并不熟 但看到这么多现金满天飞 他们都忍不住 觉得有些窒息 而这个时候 秦峰才嘴角微微一扬 朝着赵凯道 你刚刚 说什么 赵凯看着满眼的红色 表情微微有些抽搐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抢白道 一个张家算什么人脉 谁不知道 新盛本来就是张家搞的鬼 你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已 张家出现不足为奇 做不得数 秦峰笑了笑 不说话 因为下一刻 一辆又一辆豪车鱼贯而入 将半个街道都堵满了 新武集团协币一百万 前来恭贺秦总 龙昌公司协何田玉币一队 前来恭贺秦总 松林集团协礼 前来恭贺秦总 在张家实意献金震撼人心之后 随之而来的 都是庆城有名有姓的公司老总 全都送上了礼物 尽管没有张氏那么震撼 可他们的出现 本身就为兴盛 为秦峰助长了威风和士气 这时就连南宫扇都站了起来 皱着眉头道 这些公司 有一些是追随张家的 还有一些 是孙家旗下 或者孙家的合作方 以及兄弟联金公司 什么 孙家 在南宫扇的提醒下 赵凯瞪大了眼睛 孙家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 一辆高大的礼炮车 便开了进来 金色标志的劳斯莱斯 缓缓驶路 一名老人 在子孙的搀扶之下 从车上下来 而他们身后的车上 也下来十几名金状保镖 每两个人肩上 都挑着一个担子 用红色绒布罩住 看不出是什么 一共十二个人 六个担子 当 六个担子落地 立马传来沉重的声响 老人走在前面 朗声道 孙氏 孙兆辉 邪子孙向秦先生恭贺 话音落 礼炮顿时冲天起 孙兆辉也亲自走上前 将红色的绒布一把掀开 特送上 黄金万两 礼炮一想 黄金万两 红色仇步揭开 众人便在这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 被马得整整齐齐的金砖 晃得睁不开眼 阳光下 金砖刺眼的光芒 令人呼吸急促 在场的围观者 无不心中火焰生疼 口干舌燥 若不是有强悍的保镖拦着 只怕都有人冲上去轰抢了 林瓦看着这一幕 脸色苍白 手脚发凉 身子晃了晃 险现没站稳 若不是旁人扶了一把 他差点跌坐在地 怎么会这样 而叶子盛等人看着这一幕 也是瞠目结舌 叶子盛表情呆滞地盯着那一码又一码的金砖 忍不住给了自己一巴掌 想要从梦中醒来 却发现那些金砖依旧耀眼 场外的人关注的是黄金 而场内众人看到的 却是从李炮生中走来的老人 张家的出现 其他人并不意外 毕竟昨日便有传言 秦峰的背后就是张氏在当幕后推手 可孙家的出现 便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特别是孙兆辉亲自露面 更是让不少人跌破眼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孙老爷子在十年前便已经退位 将家主的位置让给了嫡子孙伯庸 如今孙家第三代甚至都起来了 老爷子在家遗养天年 不问世事实在 今日却为了一个兴盛开业 亲自前来 看到孙兆辉的出现 兆凯身形晃了晃 向后退了几步 满脸震惊 不 不可能 孙老亲自现身 便是在向世人宣告一个消息 孙氏全族都将站在秦峰的身后 这是身为男公家女婿的兆凯 都从未有过的待遇 秦峰不管其他 主动走上前去 微笑着迎向孙兆辉和张三成 二位 多谢 欢迎 这招呼打得云淡风轻 面对十亿的现金和黄金万两 他似乎都没有太大的触动 甚至在两位坐在 庆城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面前 他都显得不卑不亢 这一幕看得旁人思绪乱转 秦峰的身份 已经证实了 是刚出狱的劳改犯 可眼下 他们却怎么都想不通 一个劳改犯 为何会有这般的气场 而接下来 张三成和孙兆辉的反应 更是让旁人大惊失色 只见二人竟然齐齐朝着秦峰一拱手 态度无比客气 秦先生 今日我们来凑个热闹 不会给秦先生添麻烦吧 说话的是孙兆辉 秦峰淡淡一笑 孙老哪里话 你拖着病体前来 秦某心里万分感激 严霸还看了一眼张三成 还有张总 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秦某记住这份情意了 得到了秦峰的肯定 二人脸上都露出了喜悦之色 张三成甚至还松了一口气 赵凯在一旁看着 内心早已震撼得无以复加 本以为这已经是这场 开业仪式的高潮了 可谁知道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一辆外地车牌的库里男 驶入了会场外园 几名西装革履的男子 从上面下来 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只保险箱 王千帆先生 姚赫秦先生开业大吉 哗 几只保险箱一起打开 黄金 钻石 翡翠琳琅满目 看得人口干舌燥 在场人中 只有张三成激动地站了起来 而其他人都没有听过 王千帆的名号 但那一箱箱的黄金钻石翡翠 已经足以证明 此人身份不凡了 朱海平先生 扎里苏先生 姚赫秦先生开业大吉 埃尔文森 姚赫秦先生开业大吉 一串又一串陌生的名字响起 一辆又一辆豪车入内 琳琅满目的黄金 古董 玉器 钞票 层出不穷 一开始还有人计算这些礼物 加在一起值多少钱 但后来所有人都静默了 根本算不清 赵凯在原地站着 冷汗一层又一层地往下掉 手脚都开始发抖 这些名字 到底是什么人 甚至还有外国人 而且都是姚赫 光凭张家 是绝对不可能召集到这么多人 送来这样巨额的贺礼 而秦峰则淡然地 看着一箱又一箱的礼物送进来 心中波澜不惊 看起来 这帮人在里面也得到消息 知道自己的公司开业了 不过 也幸好他们送的礼 也在张孙两家相当 没有做得太过分 可虽然他是这样想 但看在别人眼中 却足够惊世骇俗 所有人都不看秦峰了 盯着大门口 心中思绪万千 他们想看看 到底还有多少 终于门外的车流停了 原本喧嚣的现场 此刻却好似一片粉肿 陷入了长达两分钟的寂静 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 但是目光却全都落到了 秦峰和赵凯身上 秦峰看都不看赵凯一眼 直接朝着公正处的工作人员问道 我现在说 那些钱是别人赠予的 你信吗 工作人员早已经被刚才的 一幕幕画面震惊得有些走神 听到他的话才回过神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 大门口堆着的现金和黄金 尽管距离一千亿这个数字仍旧很遥远 可现在还有谁会怀疑秦峰的话呢 光是开业的 礼金就已经达到了数十亿 他说有人送他一千亿 似乎也并非无稽之谈 毕竟迄今为止 庆城还没有哪个公司开业 能有这样的开场 哪怕放眼整个龙国 这种场面也趋值可数 这一刻 工作人员努力恢复正常 甚至还暗暗掐了自己一把 开口声音才没有颤抖 道 秦先生 之前对您的怀疑 我们深表歉意 之后 您只需要到我们公正处登记一下 就可以取消资金存疑了 一旁保新的人也赶紧上前 朝着秦峰一鞠躬打了圆场 秦先生 实在抱歉 我们不该听信传言 对您产生怀疑 请容许我代表保新 向您致以真诚的歉意 秦峰文言 唇脚挂笑 摆了摆手 二位都是工作需要 有传言 来证实一下 乃是人之常情 我怎么会怪罪呢 说着 他便看向了一旁的赵凯 道 真正应该追究的 是放出谣言的人 不是吗 秦峰一句话 便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赵凯身上 在此之前 他可是最针对秦峰的人 现在秦峰成功自证清白 他这个煽风点火的人 自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刚才他踩秦峰踩得有多狠 现在他的脸就有多疼 看着秦峰脸上的微笑 赵凯眼里 好像被扎进了一根刺 又疼又木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又无法发泄出来 只能步步后退 努力想要减回笑容 可却怎么都笑不出来 导致脸上的肌肉 开始抽搐扭曲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凯紧紧地盯着秦峰 他说什么也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人 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屌丝 甚至五年前 差点死在他手上的男人 你是谁 你是不是想说 我为什么没死在 押送去监狱的路上 秦峰轻笑了一声 走到了赵凯身边 笑容迅速收敛 他低下头 在赵凯耳边轻声道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 没有你 也没有今天的我 现在的我 是来 向你索命的鬼 秦峰的声音里 冰冷无情 杀意四溢 那满是杀鸡的话语 令人窒息的气息传来 让赵凯心中遗憾 一股寒气从后背窜到了脑门 他再也忍不住 继续后退 哐荡 惊慌失措之下 赵凯没站稳 跌坐在地 你 赵凯羞愧无比 抬起头来看向秦峰 只见后者看着狼狈的自己 眼里闪过一道轻面 这让他脸色苍白 撞入失魂的同时 更加难看 他居然 被这个他能随意捏死的家伙鄙视了 他居然吓得坐在了地上 四周围观之人 有些想笑 但也没笑出来 蠢货 打破僵局的人是南宫善 他今天本来是听了赵凯的话 跟着来看戏的 可现在赵凯却成了这场戏的主角 只不过是个丑绝罢了 面子没找回来 反而因为赵凯而丢人 甚至丢到家了 现在所有人都会觉得 赵凯不服地皮被抢走 故意声势造谣 却被秦峰现场打脸 就连他南宫善 都会跟着颜面惊失 所以 在赵凯跌坐在地的时候 他便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赵凯大惊 也不敢再去看秦峰 瞧着自己的靠山要走 立即也顾不上别的了 只见他连滚带爬的起来 追上去 老 老婆 等等我 然而南宫善上车之后 却直接把赵凯关在了门外 一声痛骂 我怎么就嫁了 你这个废物 滚 众目睽睽之下 赵凯直接被南宫善丢下了 脸面可谓是被丢在地上 反复碾压 见状 秦峰笑了笑 朗声道 老陆 去送赵总上车 我还给他备了一份礼物 正好让他回去签收一下 好嘞 迪路乐呵呵的一点头 而刚才的一幕幕 加上南宫善的离开 赵凯已经再也待不下去了 闻言 他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盯着秦峰 眼中近视怨毒 秦 凤 你给我等着 他推开迪路 一把上了自己的车 我当然会等着 秦峰淡然一笑 若是赵凯不多 垂死挣扎几下 自己这五年堆积的怒火 辜负的血债 又怎能报得彻底呢 赵凯灰溜溜地离开之后 新盛的开业典礼 也正式开始 陈勇这帮见风使多的人 不敢留了 趁着热闹就跑了 秦峰走到新盛门口 接过了张三成 亲自递给他的剪刀 落到了提前准备好的红筹之上 今日 百是新盛正式开业的第一天 从今往后 我将会带领新盛 走向更高峰 剪刀落下 红筹断开 鞭炮响彻云霄 人群中 叶子盛等人看到这一幕 浑身的血气翻涌不已 叶子盛气的甘藤 始终想不明白 这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让他和秦峰之间的差距 变得这么难 这已不是天壤之别了 更像是两人 已经不在一个围堵 愤怒极度之后 更多的涌起的 还有悔恨 要是早知如此 他当初为何不像迪路那般 照料秦峰的家人 为何不在秦峰出狱后 亲自去迎接 那现在站在众人面前 春风得意的 怎么可能是迪路 那应该是自己 终于 叶子盛气血攻心 直接昏死了过去 被徐秦秦等人抬走了 这边吵嚷一片 可人群中的一道身影 却显得无比落寞 林瓦儿站在原地 始终没有离开 一双美眸 也紧紧地盯着 众星捧月般的清风 他早就该发现自己了 或者说 换作从前 他早就该发现自己了 可是这一次 他在原地站的双腿僵硬 他都未曾看过他眼 或许是外面的人太多 他站得太高了 是不会注意到 云云众生之中 还藏着一个他 又或许是 他的眼里 根本看不到他了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林瓦儿喃喃自语 不断地问自己 他盯着秦峰那张笑脸 指甲不知不觉地 嵌入到了肉里 鲜血渗出 此时他才突然想到 秦峰出狱时 曾对他说过 他在牢狱之中 学会了很多东西 又想到后来秦峰送来的 拍卖价值十几亿的 古董首饰 还说过他从未 依靠过什么张家 难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林瓦儿怅然若失 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会场 期间还不断地回头 朝着秦峰方向望去 潜意识里 希望他能看到自己 叫住自己 然而 并没有 秦峰 我等了你五年啊 你好狠的心啊 直到他的身影 彻底消失 秦峰的目光 都不曾朝着他的方向看一眼 在兴盛一拍 热闹锣骨喧天的时候 赵凯也惨兮兮地回到了赵家 他并没有选择 搭乘敌路给他备的车 而是走出会场之后 自己打车离开的 路上他打了好几个 南宫扇的电话 都没有人接 最后还直接被拉进了黑名单 车停在南宫家门口后 赵凯急匆匆地下车 想要向南宫扇解释清楚 可是刚到门口 一名曾经被他掐住脖子 怒斥的庸人 便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脚边还堆放着赵凯的行李 赵凯愣了愣 小姐呢 庸人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 讽笑地看着他 赵先生 不好意思 我家小姐说了 他现在不想见到你 让你从哪来的 滚回哪去 说着 还一脚 将他的行李 从台阶上踹下来 小姐说了 我们南宫家 不需要废物 你 赵凯长这么大 哪里被一个下人羞辱过 当即就要冲上男人 可他才刚动弹一下 两名保镖就冲出来 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 那张在外温文尔雅的脸 直接和地面 来了个亲密接吻 擦破了皮 鲜血横流 庸人走到他面前来 一脚踩在他的行李上 居高临下道 赵公子 小姐的命令 你难道听不懂吗 一条败犬 是没有资格进南宫家的门的 说完 都不等赵凯答话 庸人便一声冷哼 愣着干嘛 送赵公子回家 不然等小姐出来看着碍眼吗 尽管赵凯心中有万般愤怒 可他却什么也不能做 没有南宫善的命令 女佣绝不敢如此嚣张 而他没有了南宫善 就连一个女佣 都敢踩在他的头上 这一切 都是拜秦峰所赐 赵凯受辱之后 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 本以为回家之后 能够冷静一些 可是刚进门 就被赵志舟一把拉住了 看他这副狼狈的模样 赵志舟连问都来不及问 便脸色苍白道 你怎么才回来啊 出大事了 赵凯现在烦透了 只想洗个冷水早先睡一觉 于是一把推开了赵志舟 爸 我现在很累 没空听你骂我 拳住了他 恨声道 你还睡得着 跟我过来 赵志舟拽着他 去到了别墅后院 原本还不耐烦的赵凯刚进来 眼睛就直了 后院里摆放着一幅棺材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凯一下子醒了 朝着父亲问道 你自己过去看吧 棺材的盖子已经被打开 看赵志舟的脸色十分难看 甚至都不愿意再过去看一眼 赵凯咽了一口唾沫 颤颤巍微地走过去 刚探头看了一眼 啊 他一声嚎叫 一屁股就跌坐在了地上 棺材里躺着的 赫然便是刘伯扬的尸体 赵凯今天受了不小的刺激 突然看到刘伯扬的尸体 着实吓得掉了魂 比赛会场的时候更加狼狈 一屁股瘫倒之后 半天爬不起来 最后还是 赵志舟让庸人上来 把他扶到了房间里 看赵凯一杯接一杯地灌着凉水 总算冷静下来了 才沉声道 今天你不是和儿媳妇去会场了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闹成了这个样子 提到今天会场的事 赵凯还觉得 就像一场噩梦一般 羞辱 愤怒 不甘 所有的情绪尽数涌起 最终化作了满眼的狠毒的不甘 秦峰 是秦峰 是那个王八蛋 听赵凯说起今日的事情 赵志舟的表情 逐渐从严肃转为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从一开始 就没被他们放在眼里的人 竟然会是导致 今日功亏一篑的导火索 或者说 从一开始 他们的方向就错了 原来所有的一切 都是秦峰在操纵 根本不是张家 爸 我不甘心 从见到刘伯阳的尸体开始 赵凯就已经慌了 他满脸涕泪 一把就握住了赵志舟的手 颤抖着声线说道 五年前他就该死了 凭什么五年之后 他还能站在我面前 耀武扬威 凭什么他 摇身一变成了庆城新贵 还能将我死死地踩在脚下 我想不通 我不服气 从一开始 他无论身份还是地位 都绝对碾压秦峰 即便大闹了婚房 最后坐牢的人 不还是秦峰吗 一个蝼蚁 就该一辈子都是蝼蚁 凭什么 凭什么能一下子 踩在他的头上来 赵志舟看自己 唯一的儿子这般屈辱 也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是卫父走眼了 看来这个秦峰背后 肯定有贵人相助 要不然 他不敢这么嚣张 连四海商会的人 他都敢动 不仅动了 还把尸体送到了赵家府上 这应该就是赵凯离开 秦峰口中所说的 礼物 赵凯想不通 不是都说了 秦峰之身闯进新海夜总会吗 他一个人 真能在四海的老卧之一 杀了刘伯阳 还毫发无损吗 爸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赵凯抹了一把眼泪 连忙问道 那小子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他肯定要杀了我报仇 您不能不管我呀 今日之后 南宫善只怕对他 已经产生了厌恶 再这样下去 估计更不会管他了 并且所有的事 都是赵凯在布置安排的 但却丢了这么大的脸面 以南宫家的性子 不找他麻烦就不错了 更别提保他了 如今 知道了谢云的死讯 现在又看到了刘伯阳的尸体 赵凯是真的害怕了 别急 赵志舟面色阴沉下来 区区一只野鸡 真以为飞上了枝头 就能变凤凰 赵家在庆城 虽说算不上什么大家族 可是这些年 也沉淀了不少财富和人脉 赵凯入赘南宫家之后 更是靠着南宫家这座大山 笼络了不少人 他秦峰虽然得到贵人相助 从一个劳改犯一跃而起 成为了什么庆城新贵 可新贵新贵 终究沾一个 心 能站稳脚跟吗 话虽如此 可赵凯文言还是满脸犹豫 可是 现在南宫善把我赶出来了 没了他 南宫家是不会管我的 现在秦峰有孙家和张家站台 我怕 一想到今天 秦峰说自己是索命恶鬼时的眼神 赵凯就忍不住打了的寒战 他连刘伯阳都敢杀 更何况我了 呵呵 敢杀 但他敢承担后果吗 赵志周冷笑一声 赵凯愣了愣 爸 你有办法了 他杀了刘伯阳 若是即刻毁尸灭迹 那么谁也抓不到他的把柄 可他偏偏想要耀武扬威 把刘伯阳的尸体 送到了我们手上 那他便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天大的隐患 简直愚蠢至极 先是夺走了于北区的地皮 现在又杀了刘伯阳送到家里来 还在会场上羞辱赵凯 赵志周对这个从未磨灭的矛头小子 已经忍耐到了极点 打算亲自出手应对 你现在就派人 把刘伯阳的死讯 送到川中洪家的耳朵里 然后告诉他们 刘伯阳的尸体 被人送到了我们府上 赵志周沉下声来 慢慢安排到 现在那小子正得意 应该不会注意到我们这边 咱们就给他来一招祸水冬意 直接将刘伯阳的死 全部推到秦峰身上 川中洪家出手 可就没这么容易让他过关了 闻言 赵凯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喜色 对啊 刘伯阳的尸体 便是咱们控诉秦峰最好的把柄 那小子得意忘形 居然亲自把把柄 送到了我们手上 实在是愚蠢至极 听到能请洪家出马 赵凯是头也不疼了 眼也不花了 立马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我这就去安排 别着急 咱们有的是时间布局 赵志周拉住他 淡定道 我今天刚得到消息 你那位廉金就要回来了 到时候 南宫家肯定会大办宴席 你想办法回去哄好南宫扇 最好能把矛头 全都引到秦峰身上 南宫家家宴 他也不会撇下你自己回去 若你能说动那位廉金 还怕对付不了区区一个秦峰妖 赵凯文言顿时恍然大悟 秦峰现在靠的是什么 不就是钱吗 可他再有钱又怎么样 无论是张家还是孙家 说白了除了钱什么都不是 到了他们这个阶层 拼的就是一个地位和权势 赵凯和他这位 即将成为少将的廉金关系 还算不错 而且南宫家的姐妹 也感情甚多 只要南宫扇愿意开口 南宫家绝不会坐视不理 不能从金钱上碾压秦峰 那就用绝对的权势和地位来打击他 到时再加上洪家出手 还怕弄不死一个秦峰 爸 幸好有你 这安排当真是天衣无缝 赵凯朝着赵志舟竖起了大拇指 原本被打击的碎成渣的信心 再度重振 赵志舟冷笑了一声 也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靠在椅子里 你呀 有时候就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你就没想过 我们和那小子不一样 我们这种人 走错了一步多的机会重来 而那小子 但凡走错一步 我们便能让他粉身碎骨 那小子 虽然有奇遇 但我赵家这么多人的经营 难道还比不过他五年牢狱 换来了所谓奇遇吗 虽然不知道 这五年的牢狱 究竟让秦峰遇到了怎样的贵人 但敢肯定的是 一个根基不稳的矛头小子 绝对抵不过两大家族的联手打压 他们 等着看戏就行了 开业典礼结束 秦峰就派人先送走了宾客 今天来的大部分人 都是冲着张家和孙家的面来的 所以秦峰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主角 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 秦峰也一一退回了李津 不过就算把这些人的东西都送了回去 也还剩下张家的现金和孙家的黄金 就这么明晃晃地堆在大门口 着实惹眼的狠 更别提王千帆等人送来的东西了 也在公司大厅堆成了一座小山 看得公司员工们都心痒痒 秦峰把处理礼物的事交给了迪璐 后者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甜蜜的烦恼 忙活了整整一天都还没把大门口的现金清理干净 还是张家和孙家派了人来一起帮忙 才算是把大门口挪开了一条道过人 而秦峰和孙兆辉张三成两位 则早就在楼上喝茶了 透过落地窗刚好能看到门口 瞥见那一堆金光闪闪的金砖 秦峰不由地无奈一笑 孙老张总 你们二位今天的排场是不是太夸张了一些 瞧瞧 我这位兄弟只怕每个一天一夜是忙不完了 孙兆辉哈哈一笑 看了一眼身边的孙程 其实老夫也觉得这么做夸张了些 但小成说了 秦先生日后要在庆城打响名号 排面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特地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四处搜罗金砖 你还别说 就今天一早 金控中心都给老夫打电话下警告了 要不然啊 只怕小成还得再来个黄金万两呢 张三成喝了一口茶 也是淡淡地道 怪不得 昨天我让犬子去几大银行取现金的时候 就听说几家银行的金库都被搬空了 原来是孙老宁的手笔啊 呵呵 张总客气了 孙兆灰瞥了一眼张三成 随口敷衍了一句 在孙老爷子看来 张三成这种爆发户 根本没有资格和他坐在一起 他还能客套这一句 完全是看在秦峰的面子上 张是这种没有根基的后起之秀 在老牌家族面前也确实要挨一头 这不 就连一向飞扬跋扈的张行 这时候都黏了 其实今天的排场 连张行都没想到 之前只以为 秦峰不过是个有点钱 身手也不错的老百贩 要不是老爹的那位恩人 他连和自己一块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结果今天 他对秦峰算得上狠狠的刮目相看了 请得动孙家也就算了 居然还是孙老爷子亲自出场给他站台 现在要不是他 自己老爹 恐怕都没资格和孙老坐在一起喝茶 脸有点疼 秦峰不管在座的几个人 各自有什么想法 他倒是 对今日的结果还算满意 不管怎么说 今天二位能来 心意十足 我秦峰铭记在心 日后 若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就是了 得到秦峰这句话 孙兆辉和张三成 才算是心中大地了 他们今天来 为的不就是这份人情吗 不过高兴归高兴 二人心里还是有些担忧的 孙兆辉端着茶杯 苍老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忧虑 今日秦先生风头出镜 可谓是将新盛的名号 响彻了整个庆城 甚至于连川中 应该都能感受到您的余波 只是 老夫担心 树大招风 秦先生前天晚上的事 只怕得慎重处理才是啊 前天晚上 张三成并不在场 尽管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却也能猜到个大概 而和秦峰一同经历过的孙城 却目光灼灼 整个人兴奋不已 开口道 爷爷 您这就太小看秦先生了 相信平秦先生的能力 想要把那天晚上的痕迹 抹得干干净净 绝对不成问题 孙兆辉文言 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 作为前天晚上的局外人 张三成先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张好 要不是这臭小子 之前对秦峰不够上心 他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吗 随后他也不甘心被排挤在外 连忙朝着秦峰笑道 说起来 在下手底下 有几个这方面的能人 若是秦先生需要的话 我可以让他们再去现场清理一番 保证谁来都查不出 半点秦先生出现过的痕迹 孙兆辉端着茶杯吃笑一声 张总发家也不过十几年 这方面的事情可不比商场 我看还是交给我孙家来办 保证 能让秦先生手上干干净净 两边语气还算客气 但是目光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秦峰见他们两边如此 笑了 二位 你们一个庆城首富 一个老牌家族 莫非要在我这里大打出手不成 看他们两边这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秦峰是什么绝世美人 俩人在这争相献殷勤呢 不过秦峰都开口劝阻了 他们自然不好再继续吵下去 但两个人的表情都冷冰冰的 互相看不顺眼 秦峰没理他们 开口道 这件事情就不需要二位再帮忙了 刘伯扬的尸体 我已经让人送到赵家去了 什么 孙兆辉一听顿时大惊 拍着大腿道 哎呀 秦先生冲动啊 您把尸体交给了赵家 若是他们转手 便将此消息告到了川中 到时就麻烦了呀 是啊 张三成也难得和孙兆辉统一了口径 交集道 我理解您心中怒火压抑多年 想要给赵家一点颜色看看 但此举实在是不妥压 这刘伯扬虽然只是宏家的一个外戚 但是这些年替宏家办了不少赃事 很得宏家看重 四海商会也是宏家在庆城的一把刀子 现在刀尖被人折断了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提到宏家的时候 张三成虽为庆城首富 可是脸上的表情也有些难看 孙兆辉也表情沉重 似乎已经在头脑风暴之后该如何应对了 是 秦峰有钱 而且也有些权势 可是这宏家 家族庞大 在西南一带的势力也是根深蒂固 不夸张地说 虽然他们人在川中 但若是真要在庆城闹市 恐怕只有四大家族中排行第一位的官室 才能抵抗一二 毕竟宏家黑白通吃 却能够稳坐川中这么多年 绝不仅仅是金玉其外 秦峰这么做 只怕会惹来大麻烦 然而秦峰文言 却只是淡淡地喝了一口茶 是吗 那真是可惜了 二位的忠告来都晚了点 不晚 孙兆辉一拍沙发站起来 激动道 我这就让人去赵家 老夫亲自出马 一定能堵住他赵家的嘴 对 我也去 我就不信 我们两家像区区一个赵家示威 还放不住他赵志舟的嘴了 张三成也跟着起身 可是作为主角的秦峰 却是笑了笑 抬手示意两人坐下 沉声道 二位误会了 我说得晚了 指的可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 若是在刘伯阳威胁到我家人时 二位如此劝告 说不定还有点用 说着 他将手里的茶杯轻轻一放 刹那间气场全开 杀意纵横 可他威胁到了我的家人 无论他背后是谁 为了我的家人 我都会斩草出根 林婉这头 从新盛离开以后 他就直接回了家 成远的人还在 但这次林婉 却连看他们一眼的心情都没了 失魂落魄的进门 正打算直接上楼去休息 就被秋月和林盛冲上来拦住了 哎哟 你个死丫头去哪了呀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 跟我们玩失踪呢 秋月一把拽住他 埋怨似的在他肩膀上打了一巴掌 下手有点重 但林婉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累了 先上去休息了 看他要走 秋月赶紧挡住了去路 也不看你弟弟 现在被秦峰那个王八蛋 为难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睡觉啊 难道你不打算管我们娘俩了 今天中午的时候 秋月还想带着林盛 从别墅后门混出去 可刚走出几步路 就被几个流里流气的壮汉给盯上了 他们什么也不说 也没上来拦着 就是一直在后面跟着 手还时不时的伸进外套里去 想也知道 外套里应该藏着甩棍一类的东西 林盛要不行 还是打车走吧 可母子两个刚上车 正准备拐弯角落里 就杀出来一辆面包车 差点就把他们的车给撞了 母子俩被吓坏了 赶紧灰溜溜的回了家 到现在 一步也没敢踏出去 林盛急坏了 同时也气坏了 明明是秦峰那个王八蛋碰瓷 怎么还赖上他了 他不就找人威胁了一下唐可星吗 一家子穷酸货又不值钱 秦峰凭什么这么对他 是啊姐 我可是你唯一的弟弟 你不能这么绝情啊 林盛二十多岁的人了 也是和秋月一样 拽着林沃尔的衣服不撒手 看样子 要不是怕把林沃尔逼急了 他都要坐地上抱大腿了 而且 那天你说了的 赔多少钱你来给 现在成远的人上了门 你总不能自己跑了 不管我吧 见证了新盛开业之后 林沃尔队 秦峰 这个名字格外敏感 他的心情也在跌落谷底之后烦透了 现在被这母子俩一闹 他更加烦躁 干脆把手一甩 直接将林盛推了得猝不及防 什么叫我自己跑了 不管你 我问你 之前是谁让你去招惹秦峰的 不是我吧 林沃尔利色看向林盛 把后者吓了一跳 姐 你这是 要知道 从前林沃尔 可是从来不会用这种语气 跟自己说话的 从小林沃尔就在秋月的洗脑之下 成了个不折不扣的 伏地魔 对林盛是能让着就让着 惯着林盛这件事情 都快成肌肉记忆了 怎么今天这么暴躁 秋月也没想到 女儿今天脾气这么大 赶紧把林盛拉到了自己身后 朝着林沃埋怨道 你这是干什么 你弟弟都是为了你 才去找秦峰 想要替你出口气 现在出了事 你就对他不管不问了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从一开始 林沃尔就说过 让林盛不要去找秦峰的麻烦 更不要去骚扰他的家人 既然他们决定分开了 就最好好去好散 他不想自己 受了五年的火寡 换来的好名声 因为林盛毁于一旦 可是林盛呢 不仅三番两次主动挑事 最后还威胁到了唐可星的身上 现在居然反过来怪他了 林沃尔一肚子的委屈 不甘 后悔 恼怒都在此刻爆发 他一把甩开了秋月的手 怒道 够了 林沃尔突然发火 让秋月和林盛都吓了一跳 俩人都不敢说话了 毕竟从未见过这样的林沃尔 情绪一旦决堤 就很难平静下来 林沃尔也好像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要把压抑了一天的情绪 全部倾倒得干净 你为了我 就算第一次你是为了我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呢 他一把拽过林盛的衣领 指着门口道 你说我不管你 但是门口那些人 是为什么来的你 心里不清楚吗 是 秦峰他是碰瓷不错 可是如果不是你 恶劣到用唐可欣和他姑母的安全来威胁他 他会做到如此地步吗 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你是不是今天还打算去找他的麻烦 林盛被林沃尔 骂得一愣一愣的 却不敢还嘴 毕竟他现在还背着一个多亿的债务 要是林沃尔不帮他 他就死定了 所以他只能感激给秋月十眼色 后者对自己这个女儿十分了解 尽管今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要这么暴躁 但是他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 于是秋月也不跟他迎来 掏出手帕 就开始抹眼泪 婉儿 你这是做什么 是 小生确实有错 这点我们都承认 但他都是为了你好啊 秋月两只眼睛一挤 立马就挤出了两颗泪水来 演技十分纯熟 他就是看你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 跑去跟秦峰那小子纠缠不清 虽说 你们已经离婚了 但难保那小子 不会跑来纠缠你 和你藕断私脸啊 但你现在什么身份 你可是百花公司的副总啊 那小子身份 和你天差地别 他根本配不上你了 秋月一边哭 还一边用余光偷瞄灵婉儿 见他不知为何愣住了 赶忙趁热打铁道 你看看你现在 多优秀啊 就连身价千亿的庆程新贵 都对你亲眼有加 前途无可限量啊 你弟弟也是怕你在一颗歪脖子树上掉死 放弃了整片大森林啊 不知为何 他越说 灵婉儿的眼神就越发暗淡 似乎想起了什么难过的事情 随后 就连拽住灵盛的手都松开了 秋月不知道内情 只以为他是被自己说动了 赶忙凑过来道 婉儿啊 你可不要执迷补我 我听说了 那位庆程新贵 可不是什么糟老头子 和你一般年纪的呀 你答应了他 不亏的 就算你不答应他 那你找他随便撒个交求个情 小胜这一亿五千万的赔偿 他还能不帮你吗 对于那样的人来说 一亿五千万 不过就是从纸缝里露出去点水滴罢了 根本不足挂齿 再说了 若是那名新贵知道 未来小舅子是被人陷害的 还能不生气 到那时 别说赔钱了 只怕秦峰那小子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林婉儿听完 无怒返笑 看着母子俩期待的眼神 一声 要找那名庆程新贵是吧 可以 秋月文言眼前一亮 还没来得及兴奋呢 就听林婉儿道 可是你们打碎的 原本就是他的东西 派人来要债的也是他 你们让我怎么说情 是 什么意思啊 秋月愣了愣 一脸疑惑 林婉儿深吸了一口气 才一字一顿道 你们口中的千亿新贵 就是秦峰 什么 不可能 秋月瞪大了眼珠子 连连后退了两步 差点没站稳 摔倒在地 林婉儿更是立马否认道 姐 你要是不想帮了就直说 大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去给他秦峰当牛做马也好 被他送进监狱也罢 我自己扛就是了 你对他情根深中 藕断思连 不想帮我 就不想帮我 没必要编出这种 离谱的瞎话来吧 秦峰就是千亿新贵 骗人也要有点水平吧 他要能当上千亿新贵 那他林胜 就是世界首富了 秋月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连连摇头 好娃林婉儿 你狠心绝情 不想管我们母子呢 居然连这种瞎话都编出来了 行 你不管是吧 那我自己去找那位新贵 儿女婚姻 父母之命 你无情就别怪我不顾你的意愿了 儿子面前 一切都得让到 他就不信 以林婉儿母亲的名义 去找那名新贵 对方还会把他拒之门外不成 看秋月为了林胜 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 林婉儿是又气又委屈 不过气着气着 他就笑了 行啊 你要去找他是吗 他一边说 一边从兜里掏出手机 翻开了今天的新闻 秋月母子俩 因为被要债焦头烂额 只怕还没时间关注新闻 于是林婉儿 将今天的新闻头条翻开 直接把手机 对到了他们二人面前 怕你们不认识 那位新贵的模样 我把照片给你们看看 免得你们认错了人 秋月和林胜 目光落到了手机屏幕上 顿时被上面 新盛开业 四个大字吸引了 而就在这串新闻标题的下方 赫然就是一张照片 标注了 新盛总裁 四个字 当看到照片上 那人熟悉的脸庞时 秋月和林胜四只眼珠子 都差点掉了出来 真的是他 这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呢 秋月身子一软 手立马扶住了额头 险些晕倒过去 林胜更是两眼一黑 连自己老妈都顾不上福了 一把抓住林婉儿的手 就差把脸贴到屏幕上看了 可不管他的怎么翻看 新闻相关配图里面 秦峰的身影都挥之不去 孙兆辉 张三成 这两个在他听来 有如天上神仙一般的人物 全都围在秦峰左右陪衬 那个他向来瞧不上眼的钱姐夫 就这么 站在人群中间 众星捧月 居高临下 他瞪大了双眼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嘴里都在喃喃着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啊 见他们二人失魂落魄的样子 林婉儿也懒得再解释了 他现在心里一团乱麻 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于是收起手机 转身上楼 林婉儿 回头看了一眼林盛 你犯下的错 你自己承担吧 他会不会原谅你我不知道 但是我绝不会替你去向他求情 绝不 这是他最后的尊严 他不能允许秦峰见他 他走后 邱月母子俩一个 瘫倒在沙发上 一个瘫坐在地上 看他们的表情 仿佛刚刚弄丢了一张 价值千亿的彩票 赵家 得知秦峰的真实身份 之后 赵凯便连忙脱关系 要到了洪家的联络方式 不过洪家家族庞大 凭他的身份 又怎么可能联系得到 家主级别的人物呢 刘伯阳是洪家外妻 所以赵凯能联系到的 也不过是洪家外妻 意志里的管家人而已 尽管如此 其身份已经足够尊贵了 就算是赵志舟亲自打过去电话 也得将姿态放到了尘埃 对方听闻刘伯阳的死讯后 当即就一点面子不给 将赵志舟给痛骂了一顿 随后便放言 近两日会派人 到庆城来一探究竟 虽然赵志舟一把年纪了 还没骂得狗血淋头 但听到洪家要来人后 还是松了一口气 能借洪家的手 把秦峰拖住那么一时半刻 也是好的 可赵志舟的电话刚挂断 立马就有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